你知道吗 这世上有种东西 他们本来躲在我们的身体里 然而在某一天 他会突然离开 但又会很快回来 只不过 他在回来时 走过了一道门 他是一位外卖小哥 姓张 单名一个诈 今年刚满18岁 他年纪轻轻 就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份 既能多样体验社交 又十分锻炼身体的宝贵工作 在他看来 只要每一单能准时送达 再获得个五星好名 就十分满意 只不过世事无常 即便是准时送达 也总有人喜欢 拿着投诉俩字欺负人 好在张诈练就了一番沟通技巧 一顿点头哈腰道歉下来 大多数客户都不会过多纠结 更何况 今天还是个雨天呢 所以张诈认为 送外卖这个活 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 毕竟 哪里有人能像自己一样 不仅优秀 还能去能深呢 当然了 小脾气不可能没有 顶多就是案子发发牢骚吧 我喜欢呢 忘记了 不好意思啊 当最后一单完成 已是深夜 但此时却仍有不少同僚 在接单分站 无意中 张诈听到了一旁的大叔说 有一单不太想送 因为客户 让他顺带送两桶五升的水 这不是明摆着折腾人吗 更何况 这一单竟然只给十块小费 你说气不气人 但这一行还挑三点四 十块还嫌弃 你既然不接 那我可不客气了 张诈一听 立马就掏出手机接了单 客户的小区好像挺高档 连送的外卖都要登记一下 只不过 当张诈进去之后 两名门卫 却纷纷皱起了霉 九栋1801 这不对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一层应该是没人居住的 因为在他们的记录中 早在十几年前 九栋的整个十八层 已经被一个夜主买了下来 将其改造成了阴宅 据说改造完成后 那一层所有房间的门窗 都被水泥封死 只留下了一个 用于败即的入口 说到这里 两名门卫连马缺乱 因为直到现在 物业都不敢将此事 告知小区的其他夜主 所以刚刚的那外卖小哥 估计是看错了地址吧 实际上 张诈确实看错了 雨水的折射 让他误将那个数字六 看成了八 当张诈寻着门牌 找到1801刚一敲门 还发现 那房间的门 竟然是虚掩着的 他下意识地 顶后堆门问好 可房间内的景象 当场吓得他魂飞魄散 只见房间里面 密密麻麻的都是尸体 俨然就是一个 大型凶暗现场 而且 在那些尸体堆里 还有两块金灿灿的东西 张诈看得毛骨悚然 亮亮呛呛地往外狂奔 直觉告诉他 必须得尽快下楼 将这件事告诉人位 趁着等电梯的间隙 他还匆忙地按下了110 可奇怪的是 这一层楼居然没有信号 可就在这时 他却清晰地听到了 一个少年的求救 外卖小哥张诈雨夜送水 却因看错地址 闯进了一座阴宅 在他推开房门的一刹那 浓重的血腥气息 扑面 而那房间内 不仅满是血迹 还横七竖八 躺着好多具尸体 惊骇不已的张诈 吓得拔腿变逃 他只想赶快逃到楼下 将此事告知门位 趁着等候电梯的间隙 他还拨打了报警电话 可奇怪的是 这一层楼居然没有信号 惶恐无助的他 指的希望电梯能起快上 可就在这时 他却听到那个出事的房间里 清晰地传出了一个少年的求救声 难道还有人活着 可是那种地方谁敢进去 而另一边 电梯也马上就要到了 那滚动的柱子 似乎已经帮他做了血 张诈在心中 不停默念着对不起 他不是不想救人 而是不肯去救 毕竟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外卖员啊 然而 就在电梯的光芒 照在脸上的一刹那 他却毫不犹豫地冲了 在那一刻 张诈的某种执念 散出了上风 他要将这个孩子救下来 哪怕是 堵上自己的声音 他再次来到了那个房间 进门之后才发现 那呼救的声音 竟然还在里 礼物的门 也是虚掩着的 隐隐闪烁着心 张诈虽然非常害怕 但却没有丝毫有路 而是小心翼翼地跨过尸体 来到门前 可他没想到的是 映入眼帘的 竟是一种 弑红色的光 不怪吧 难道那孩子 是在这端配 他探出身子张望 隐隐约约发现 有只苍白的手 正有气无力地回着 张诈下意识 抹开关盖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呼喊他的少女 他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 也就在同一刻 他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 湿山血海之中 一阵彻骨的寒意 也在同时攀上了几两屋 张诈慌不择路 转身就跑 可他才刚出里屋 就看房间里 乌泱泱地涌进来了 一群飞衣人 他们自称警察 各问张诈 究竟做了什么 张诈大惊失色 他没有多想 就赶忙解释 说自己 只是来送个外卖 什么也没干 至于为什么会 进入这个房间 是因为里屋 有个孩子在拯救 说着他转头指着 那个方向的并解释 可就在这时 一只黑手 却不然伸了问 没有预兆 没有缘由 为首的黑衣人 直接扭断了张诈的脖子 他用脚翻过张诈的身子 发现了那块 压在下面的金砖 或许黑衣人知道 这只是巧合 但他仍旧只是 感叹了一句人味才死 他仰仰手 吩咐小弟们 准备清理现场 随后便走进了 张诈所住的眼间 不过奇怪的是 黑衣人的电话 确实有信号 他拨通了大哥的电话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 传说中的鬼灯了 只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注意到 在那棺果旁边 多了一根鲜血淋漓的金针 此刻 张诈还有着微弱的意识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 但却丝毫感觉不到 自己的身体 他想质问这些黑衣人 究竟想做什么 但任凭他再怎么用 那生意仍旧是微不可 在他被装进黑色袋子的瞬间 他的眼前忽然闪过了一些画面 似乎是他这些年来 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只不过 那些事件发生的顺序 看起来是道德 直到此刻 张诈才明白过来 原来 人在死亡的那一刻 是真的可以看到自己的意识 张诈死了 但仅仅在片刻之后 他却醒了过来 与往常不同的是 张诈此时的瞳孔 却是蓝色的 他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想要站起身来看个清楚 可奇怪的是 任凭他再怎么挣扎 也无法坐起身 甚至是不能移动分合 这种感觉 好像是小时候 遇到鬼压床时才有 就在他惊恐之际 一阵脚步声忽然响起 他侧眼一看 顺时就发现了一双大脚 处在了自己的耳朵 而在他的身边 似乎还有着无数个这样的大脚 但不知什么原因 他只能看到 这些人的小腿的部分 再往上 就是一片黑暗 张诈刚刚才被一个陌生黑衣人 偷袭致死 却又忽然莫名其妙地活了过来 只不过此时的他无法移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无数惨白大脚步步逼紧 他们围着张诈不停叫嚷着两个字 开门 他虽然不明白这开门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却能明显感觉到 一股令人窒息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手套归飞艳明 接着便是手上的皮肤 强烈的灼痛感让张诈不停开了 他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身处一个满是火焰的狭小人间 而实际上 现在的他已经被丢进了一座焚尸 此刻的焚尸炉外正坐着一位直斑大 他低着头似乎在屁丝上 可张诈的嘶吼声却把他吓了一跳 他回头望着身后的焚尸炉一脸的难以置信 因为今天送来的那一堆尸体 都是早就凉透的那种 怎么可能会有活人呢 就在他愣神的岔了 一只通红的大手忽然探了出来 紧接着 里面就钻出一个外表已经烧成焦炭的黑人 这场面当时就把值班老头下了不清 他高顾着炸尸了 然后夺门而逃 不过他却并不是真的逃离 而是去喊人了 因为他知道 今天送来的尸体可都是有些来头的 哪怕是跑走 他都担待不起 然而当他们抄着家伙乌泱泱的涌进附近之后才发现 那里早已空空如影 不可能吧 人都烧成那样了还能逃跑吗 而此时的张诈确实已经逃了 火葬场外是一处秘力 淡化的皮肤随风剥落 张诈看着自己正在恢复的手筋态度 甚至是因此摔了一跤 他也感觉不到疼 他仍旧没想明白 自己今天究竟遭遇了什么 因为在他的印象 自己被一个黑衣人扭断了脖子 而刚刚又被丢进了焚尸炉 按理说 自己应该已经死了才对 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还有 那些惨白的大脚究竟是些什么人 为什么会喊着让我给他们开门 难道 是自己身上有什么钥匙 殊不知就在他摆自不及时 那个扭断的脖子的 已经来到了一处库房 他老远就朝着一个 拿着折扇的小胡子过 说 大哥 您要的东西已经带来了 随后 他还慧心慧色地描述了开关后 一些小弟们突然发疯的场面 以此来称赞大哥的未卜先知 另外 他还说那些尸体 已经全部送到火葬场处理掉了 绝不会影响到那层阴宅的 小胡子面无表情地听着 随后吩咐手下将那棺果就地打开 开关之后 黑衣人明显感觉到老大身上 忽然散发出了一股浓浓的海 只听老大咬着牙怒声问道 里面的东西呢 黑衣人闻言一乐 什么东西 这不就是您让我们去取的鬼门关吗 小胡子一听忽然笑了起来 他转过头捧着黑衣人的脸 看着说 谁他妈告诉我 那鬼门关是苦关菜 你给我听好 我要的 是人 与此同时 在火葬场外的命令中 张扎忽然喉咙一干 一股鲜血从腹中涌了出来 也就是这种感觉 让他忽然想起来一些事情 他记起来自己当时开关后 并没有马上逃跑 而是看到了一个脑袋上 横插着一根金针的少女 在那之后 自己好像是做了什么 可奇怪的是 现在的他却怎么也记不起 失神之间 他忽然咳出了一大口鲜血 而那鲜血的量 已经多到能映出他的眼子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个血淋淋的脚印 忽然从那滩鲜血中走出来 他骇然之下 开口张望 这才发现 以自己的血迹为起点 已经走出了数不清的血色脚印 如果说看错外卖地址 是张诈走向死路的开始 那么银宅里的那口血冠 就是一切诡异的根源 早在张诈到来之前 银宅里的一帮黑衣人 就开始打起那口棺材的主意了 当他们仅仅是将棺果掀开一个小缝 一股浓浓的恶臭气息就扑面而来 随之出现了 还有渗出来的新红血水 这一变故当然引起了黑衣人的注意 他们甚至还看到了血水中 突然走出的诡异脚印 于是 惨剧就发生了 当房间外的人听到动静 还以为是里面的兄弟发现了宝贝 可那些走出来的兄弟们 却都是低着头一言不乏 直到抖到众人跟前 才猛地张开了血盆大口 顿时 整个鹰宅内乱作一团 面对未知的恐怖 有人想要逃离 但守在门外的同伴 却没有给他胜不及 所以 当张诈来到这里时 就看到了满屋的惨重 后来 当张诈死后 新来的一群黑衣人 仔细地清理了现场痕迹 并将那口血冠偷拉走 也就在他们走后不久 这座鹰宅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客人 来人的穿着很是新潮 他只是简单地纹了纹地上的身子 就已经猜出了个大概 至于是什么人清理了 他无法知道 也不想知道 因为此刻 他更关心曾经在这座鹰宅住着的他 究竟去了哪里 此刻 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张诈在火葬场外的密林中 漫无头绪地跑了 他不知道先前看到的那些脚印 究竟是不是幻足 但至少 自己活了过来就是万幸 可就在这时 身后却忽然传来了 他们的搜索声 张诈赶忙躲到一棵树后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追他的人 正是火葬场里的那个老头 和一群打着铁锹棍棒的汗 有人嘟囔着埋怨老头 说让他以后把人 往炉子里丢的时候看清楚 免得再发生今天这种诈尸的事情 这老头幸运 他十分笃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那年轻人被运来的时候 脖子都已经断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吗 众人听了也是百思不及 只得更加耐力地搜索起来 毕竟 他们可不能让今天的事情传出去 不然的话 他们这家厂子 以后再到上去就不好 当然了 现在更是得严守命 不能让客户那边知道 这群汉子的对话 张诈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说的客户 难道是自己之前遇到的 那伙冒充警察的黑衣人吗 可还不得他想明白 一根冰冷的棍子 忽然横到了他的眼前 真是好一招声东击西 这李老头当真阴性 抓住张诈 李老头一边死死拉着铁锹 一边招呼同伴们赶紧过来 虽然他也并非是杀之徒 但如果今天这孩子不死 那自己这帮人也就都活不了 但他还是低估了年轻人的戾气 在生死危机的关头 张诈猛地绷紧身子向前一翻 直接就就李老头先飞了出去 可是 当他刚准备站起身来逃跑 另一把铁锹就敲在了后脑上 张诈再一次被扭倒了 他纵有满腔怒火 却又不知该说什么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导致老天要这样对他 为什么给他活过来的机会 却还要堵上生还的门 听着张诈的咆哮 那群汉子也有些于心不忍 再看到张诈虽然可血 一旁的阿豪就更是忍不住了 他动了恻隐之心 提议大家放过这个孩子 可李老头却面色阴沉地警告他 让他好好想想自己的赌债 听到这话 原本还在议论纷纷的一群汉子 忽然安静了下来 他们各有各的苦衷 为了生存已经别无选择 想到这里 汉子们没在犹豫 而是不约而同地抬起了棍棒 准备送张诈最后一程 虽然这等恶行是身不由己 但他们已经打定了主人 会在张诈死后给他上后烧纸 然而他们还没有动手 阿豪忽然像是发了疯一样 将铁锹抡向了自己的嘴巴 看着一条鲜活的人命差那几时 汉子们惊骇不已 在他们的诧异声中 阿豪猛然间回过了头 露出了一副满是血迹的 争灵面庞 李老头不知道阿豪为何会这样做 但他却发现在阿豪的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血脚 可还没等他想明白原有 他的身后也发生了同样的病 汉子们都像是发了疯一样 互相攻击起来 甚至招招都是死守 李老头慌了 他呼喊着大家 让他们停下手来好好看看 可是任凭他叫破喉咙 同伴们依旧冲耳不闻残杀不止 直到此刻 他才发现自己的声音 是多么的渺小无助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见阿豪 响起了一声悠悠的嘀咙 接着 他就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力量 让他还间冲进牢尔 最终 脑里跑远为鬼迷力量童话 失去了意识 而那现场 也彻彻底底地沦为了人间恋语 可自始至终 张诈对此都没有反 因为此刻他头痛欲裂 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了一些片段 那似乎是之前失去的部分记忆 在那些片段中 他看到了那口熟悉的血关 也看到了那个 头插金针的少年 猛然间 他想起来了一些事情 他似乎知道了自己 在打开棺材后做了什么 可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地破空声瞬息而至 好像是有其他人赶过来 他看到了半张炮子 紧接着 就听到一个冰冷的声音 出现在了身后 找到你了 张诈在焚尸炉里诡异重生 然后又被火葬场里的工人 连夜追杀 可没想到 就在他绝望地接受死亡时 那些工人们突然疯了 他们好像在一瞬间失去了控制 开始向同伴们疯狂地发起攻击 而非常易变的根源 竟是源自张诈吐的那头血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吐血 而且每次吐血他都看到 有很多脚印从他的血迹中走出 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却因此恢复了一些记忆 他想起了自己之前 在打开血关后所做的事情 然而就在这时 第二组追兵来 张诈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人按捉闹 但在最后关头 他用余光看见了那根 对准自己太阳熊的精致 只是 他便下意识地抬手后 也正是这一把 让那抓他的年轻人漠然一惊 而张诈也被奔此机会挣脱开来 有点意思 看着外奖抵抗的张诈 这名黑衣年轻人忽然起了冷气 他一边在森林中堂挪闪地 一边和伙伴们同步着消息 他略显着老坎地告诉他们 说自己虽然没找到棺材里的那位子 但却发现了一个更加新鲜的骄傲 啊 正是要紧 想到这里 正在躲避的年轻人忽然一个转身 直接一掌击在了张诈的下巴上 在那之后 张诈便昏死过去 后来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 仍旧是那口挥之不去的血管 只不过奇怪的是 这一次 他还隐约地听到了一阵同龄之声 猛然间 他醒了过来 张诈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身处一个满是罐子的陌生房间 而那铃铛之音 仍旧是在杂乱无章地响着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不仅被捕在了一个十字立柱上 而且脚下还有个类似反正的东西 差那间 张诈惊恐万人 莫非是自己已经被人当成了某种机器 正在这时 一旁忽然传来了一个略带玩性的声音 哇 真是奇迹啊 没想到你真的醒了 你好啊 张诈定睛一看这才发现 就在自己身前不远处 正有四个人围在桌前打麻将 而刚刚和他打招呼了 正是先前抓自己的黑衣年轻人 张诈顿势惊地满头大喊 他想要喊些什么 但却发现自己嘴里有什么三个东西 而且脸上还挂着一个金属脸子 看着张诈挣扎的模样 那黑衣年轻人忽然发了善心 走到跟前给他帮了个小猫 没了遮挡的张诈猛然间就吐吐起来 只不过这次他没有再得出鲜血 而是吐出了一堆白色颗粒 那黑衣年轻人告诉他 那是糯米 是用来杀毒的 可张诈显然没有心情理会这个 而是张口就向他们大喊 他说自己什么都没大 希望几位爷能够高抬跪手 解释之中 他忽然瞧见了自己身上被捕满的红色蚊子 心中更是惊恐万分 开始死命挣扎起来 起料 那年轻人忽然扑斥一想 说如果那根细着铃铛的线被放断的话 那这位大姐姐可是会把你埋了 听到这话 张诈在震惊的同时也老实了下来 见到这小子终于正常了 那打麻将的四人终于开始说起了正事 他们先是问了张诈姓氏名谁 以及昨晚为何会出现在那个房间 对此 张诈自然是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所见全盘拖出 这时 那个被对他的中年大叔忽然问道 那个房子里除了你还有谁 还有谁 那不是除了自己就是那些黑衣人吗 想到这里 张诈猛然一惊 他赶忙辩解 说那些人不是自己杀了 可他刚一说完 那一直一言不发的冷布姐姐 固然满是杀意地横了他一眼 张诈顿时吓得汗毛一屎 赶忙一开了视线 不听说 自己还发现了一口棺材 以及棺材里的一个少年 听到这话 几个人沉默了下去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突然 另一个汉子拎着一个手掌模样的 两条毛朝他一指 问他是不是偷偷把那口棺材 和少年带走藏起来 怎么可能 自己明明被一群黑衣人盖描 然后送进了焚尸炉袜 听着张诈的解释 几人似乎并未怀疑真假 因为那位大姐姐在事后 做了调查 他发现 那群追杀张诈的汉子们 都是父亲人做第一位 而且 这些人还私下接一些黑道 譬如帮人销毁一些尸体之类 听到这话 那中年人有些纳闷 黑道怎么会卷进这种事情 听着几人的对话 张诈这才明白 自己遇到的那伙 冒充警察的飞翼人 竟然是黑道成员 可还根本不得他细情 那个硕大的红色养牙毛 又一次指向他 原来 那汉子是在问他 为什麽会是黑道 张诈一听就知道 自己遇到日本 他赶忙解释 说自己一个送外卖的 怎么可能得罪黑道 听到这话 那黑衣年轻人 忽然皱着眉说了一句话 看来那些黑道的人并不知道 这张诈其实也是 他们要找的目标 只是 这么说来 难道那棺材和少年 都是被那些黑道的人弄走了吗 而张诈并不知道 后续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只不过从眼下的分析来看 确实是有这种可能 可那中年汉子却摇了摇头 他拿着一根金针百思不紧 因为如果只是简单地 将棺材和少年带走 绝对不会将这根金针取出来 而且 这种东西起码 已经绝迹了三四百年 所以单凭这点就能分析出 那棺材里的少年 古怕已经被封印了不下三百多年 至于后来为何被人挖了住 还送进了那座阴宅 就不得而知了 几人的一番分析下 听得张诈云里雾里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在说什么 就在张诈愣神之间 那汉子的声音又吓了他一天 只见那汉子再一次 拿着咬的脑指 问那根金针是不是他吧 张诈一惊 下意识地连连走 可这话刚一辞入 他忽然就开始迟疑了起来 因为自己先前恢复的 那些片段记忆中 自己好像真的做过什么事情 他努力地回想着 而那画面也渐渐清晰起来 好像在当时 他看到了那个头插金针的上脑 然后不知怎么的 忽然鬼使神差 就去将金针抽了出来 接着就见到那少年 忽然睁开了眼睛 再之后 自己就吓得逃出了房间 可是现在 即便张诈想起来了这些事情 他却仍然一口眼低 那金针并非自己所拔 起了 那汉子想都没想 就说他在撒谎 难道 是张诈的表情出卖了自己 不过奇怪的是 那汉子也并未追紧 而是一脸严肃地看向面前几人 说必须得尽快找到 棺材里的那个海 看着几人突然把自己晾在了一面 张诈慌了起来 他赶忙询问几人究竟是何人 为何要把他绑在这儿 奇妙 那黑衣年轻人坏笑着说 他们都是专家 神特们的专家 哪有人介绍自己这么草率的 可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张诈只得耐着性子 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他换上一副哀求的表情 希望大家可以放了自己 张诈还保证自己会守口露品 绝不会将今天的事情泄露出去 可没想到 那年轻人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 还说张诈是他们好不容易 才找到的一个重要的国标 当然 这还只是其次 更关键的是 张诈本身很危险 如果贸然释放 必然会给外界带来不可无量的灾难 张诈一听 顿时就懵懵 自己一个小小的外卖员 能给世间带来什么灾难 难道是增加岗位负担呢 对此 他非常不解 可就在这时 那位向来少言寡语的大姐姐 冷声告诉了他一个真心 那就是张诈会将一些 本不死于此界的东西不死于 听到这个 张诈猛然一惊 他顿时想到了 自己先前见到过的血脚印 而那些脚印 好像就是从自己的血液中走出来 见到张诈周边的面子 那年轻人咧嘴一笑 准备给他讲一讲那些东西 可就在这时 一只乌鸦忽然飞了进来 他停在中年人那里 叽叽喳喳地叫一声 骗转后 正在打麻将的死人 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 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 那个关中少年的层身 下面 就是该将那少年 带回来的时候 一看到几人 就准备这样扬朝而去 张诈顿时慌了 他朝着几人喊 你们就这样走吧 那我怎么办 听到这话 那年轻人采访的 露出了一幅 仿然大物的表情 说他差点忘记 这还绑着一个人吧 可还没等张诈高兴起来 那年轻人忽然说了一句话 功力 把他们埋了吧 殊不知就在先前 这四人组 发现了少年的藏身地势 另一伙人也通过 某种诡异的方式 找到了这个目标 而这伙人 正是先前的那帮黑道众人 这位少年据说是鬼门关的本体 而且已经被封印了三四百年 可就在昨天 他阴差阳错地被张诈所救 然后逃到了一处 人际罕至的废弃公园 但他却不知道 此时此刻 自己的藏身地 已经被两方人马同时发现了 不过说来也巧 救了这个少年的张诈 也陷入了危机中 原本他只是想提醒一下 几位好汉 出去办事前不要忘了自己 可没想到 那位将他情下的黑衣年轻人 竟然咧嘴一下 是一旁的大姐姐将他买了 这可把张诈愁患 自己干嘛多嘴喊他们一下 可是话一出口 张诈已无退路 而那位叫公灵的大姐姐 已然准备拔刀 无奈之下 张诈只得补补爱情 说只要不杀他 让他干啥都行 起料 那年轻人忽然邪恶一笑 说的确是没准备杀他 只是先买起来而已 这话听得张诈云里雾里 买起来 莫非是把脑袋 露在外面那种吗 可接下来公灵的话 直接摧毁了他的所有幻想 因为他们所谓的 就是将脑袋买起来 这是哪门子的放手吗 眼见公灵的长刀 已经抽出半嘴 张诈顿时吓得羽无伦刺起来 突然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于是他张口就开始不边乱造 说自己把那少年藏起来了 没有自己 谁也找不到他 这话一出果然凑笑 四个人齐刷刷地回头盯着他 似乎在判断这句话的真假 也似乎是准备看他怎么编下去 直接那位痒痒挠大叔 不嫌不淡地问他 把人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张诈见状赶忙说 要找到那孩子就得把自己带上 然后由他亲自带路 一听这话 几人很明显地露出了一丝无女的表情 而那公灵姐姐更是暴平气 直接拆穿张诈 说他在胡说八道 然后刷的一下就准备抽刀砍人 找了完了 张诈欲哭无泪 冷汗都给吓了出来 可他没想到的是 那黑衣年轻人忽然按住了公灵的刀饼 示意他先别动手 他笑着说 万一这家伙说的是真的呢 对此 公灵歪着脑袋似乎有些不解 但也无可奈何地由他去了 这让再次死里逃生的张诈喜出望外 赶忙说自己从不骗人 可这话说得轻飘飘的 也没人将其放在心上 而那年轻人还笑盈盈地帮他解开了绳子 看来是真的准备带他一起出去 不过 他却提醒张诈 说等找到那个小孩后 你还得跟我们回来哦 还有 出去之后 不要乱跑哦 这话虽然听起来很是温柔 甚至是温柔到让他有些个异 并且张诈也听出来了这家伙的话中之意 可他完全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 因为此刻的他满脑子都在想着怎么逃跑 自然是不会领会这些 所以 不管是怎样的提醒 他都乐呵呵地答应得很痛快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被这房间里密密麻麻的罐子给惊住了 这些罐子里面该不会都装的人头吧 可还没等他想明白 公灵直接按着脑袋给他推了出去 一出门 他才发现 这里竟然是一座冷冷清清的寺庙 虽然户外的新鲜空气 让张诈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 但他还是忍不住询问大家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年轻人文言咧嘴一笑 说这里正是黎松冠 黎松冠 这不是一个四壁级别的旅游景点吗 这些人怎么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就在他沉思之际 那位中年大叔抬手一挥 示意大家准备出发 可就在这时 那位痒痒挠大叔忽然慵懒地打个哈欠 然后转头就往屋里走 说他准备去补个教 对此 年轻人虽然有些无语 但也习以为常 他没说什么 只是招呼张诈跟他一起 随后 张诈从几人的对话中才得知 这个酷酷的年轻人叫做萧义 而那中年人也并没有同行地打算 只是告诫萧义莫要再随意出手 张诈下意识地跟着几人往前走 可抬接个脚的感觉却突然提醒他 现在的自己还是光溜溜的 他赶忙喊住大家 希望他们可以给自己整套衣服 三人一听 又是齐刷刷地回头看了过来 似乎是颇有兴趣地打量着什么 不过 身处道观之中能有什么穿的呢 笑也随便丢给了他一套粗步道袍 让他将就一下 还很是客气地跟他说了句不好意思 但这些对张诈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此刻身在道观之外的他 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由身 那么接下来 就是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时候 想到这里 他有些憨憨地笑了几个 可他还没得意多久 一个清冷的喊声就给他强行拉回了现实 原来 此行出门 竟是要坐车的 车上一片和和气气 仿佛先前埋人的事情并不存在一般 笑也告诉他 说等车开到山下后 就由张诈指挥路线 虽然张诈嘴里乐不喝地答应着 但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话 开车 那可就更妙了 到最后 自己只要瞅准一个时机 然后推门跳车 一路顺着山坡跑下去 还不就直接甩掉他们了吗 妙急妙急 不愧是我 张诈越想越是得意 他已经开始打量外界坊镜 准备寻找心中的那个契机了 可他没想到的是 公灵姐姐忽然一踩踪 整个车子突然就飙了起来 这么一整直接让张诈的逃跑计划 当场泡汤 他心中更是薄翠连连 只得努力扶着车厢稳住身心 可笑也那丝却是一副沉醉的表情 好像是很喜欢这种飙车的感觉 于是 张诈就这么一路被折腾到了市区 他握着颤抖不已的手 难受地指着路 让他们继续往前开 虽然自己的第一个计划没有派上用场 但到了市区 这机会反而就更大了 譬如到时候自己扒开车窗 朝人多的地方嚎一嗓子 然后再随随便便来几个大汉把车这么运 如此这般 自己不就得救了吗 完美 真的不愧是我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一股反胃的感觉顺息而至 不会吧 难道是自己运车了 不得已之下 他只得赶忙招呼停车 然后跑到一旁呕吐起来 看着张诈的背影 公灵漫不经心地询问萧宇 你难道就不怕他把那些东西吐出来吗 对此 萧宇并不担心 因为先前塞进那家伙 嘴里的那么多糯米可不是白蛋 更何况 这不还有大姐头女在这呢 有什么好怕的 虽然萧宇说得轻描淡心 但公灵知道他的内心所想 你难道真的指望张诈能恢复成正常的吗 萧宇闻言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他之所以堵信张诈还有拯救的机会 就是因为昨天 他在和张诈交手后 发现了一个离奇的事情 那就是张诈的身体在当时已经异化 为了避免后面的不可控因素 他已经准备就地取下张诈的手机 可他没想到的是 张诈在倒地之后 那种异化的症状竟在片刻之间忽然消灯 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所以后来 他才会把张诈生情 然后带回了林松冠 听到这里 公灵眉头一皱 因为他知道那种异化状态代表着什么 可他不明白萧宇为何还要将他带出来 还是在明知道这家伙在骗人的情况下 萧宇闻言长叹了一声 因为他无法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不管怎样 也就只当是让张诈再次出来看看这个世界吧 毕竟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行走时间了 而此时的张诈并不知道自己的小把戏 早就被人看穿 他看着远处毫无戒心的二人 心中已然打定了主意 那就是必须抓住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说干就干 他把腿变溜 我没想到 他刚跑到公交站后 就发现眼前处着两条煞白的踪 这东西他可太熟悉了 在他看到这玩意出现后 直接就正在了当场 此时 萧野赶了过来 拍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先回车里 临走时 他也若有所思地朝着张诈目光所及之处赶了眼 回到车上后 萧野忽然一收嬉笑之态 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他朝着公灵说道 我们得快点啊 公灵登市会议 直接踩下了油门 于是 神车再一次盘射起步 张诈再一次难受了起 因为作为此行的相导 他知道这样的速度大可不定 可萧野的话却让他心中一两 因为他说之后的路上 张诈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至于向导的事情 就交给导航了 说着 他抬头看了看天上 张诈一惊 虽然他在车内根本看不到什么 但他却听到了一阵熟悉的乌鸦叫声 不久之后 正在离松冠招待乌鸦的中年人 给萧野打去了电话 询问他们是否已经找到了目标 而此时的萧野他们也才刚刚下车 不出所料 张诈再一次被晃吐了 而萧野则是再次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 他看着前方破败的公园智慧大叔 说自己一行人已经安全抵达了目的地 此时 访过近来的张诈也终于有机会打亮眼前的情况 当他看到南方乐园几个字后 心中猛然一惊 因为这个地方 他似乎有些印象 殊不知就在张诈到来的那一刻 在公园深处 一个光头少年猛然间回过了头 因为张诈这位同类的出现 让他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这个少年虽然看似人处不怕 且一直想逃离人类世界 但实际上 他却是一道门 一道连接两接的阴丝之门 和张诈一样 他也经常渴出鲜血 也会因此恢复一些失去的记忆 只不过此刻 他却孤身躲在了这座废弃的公园里 像是在寻找某种东西 难道说 这里的三百年前 正是少年的落难之地吗 可就在此刻 张诈这个同类的到来 却让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实际上 孝爷他们能寻到此地 也多亏了天上的鸭犬 而张诈也在看到这个公园的名字之时 忽然生出了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 可看着这番破败阴森的名字 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那股熟悉感究竟来自哪里 走着走着 张诈忽然觉得不对 此地荒郊也领人计寒志 这俩该不会准备将他就地掩埋吧 想到这里 张诈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他赶忙挤出笑脸岔看话题 询问他们为何要找那个少年 孝爷解释得有些漫不经心 他笑着说 那个少年很是危险 而张诈也听得心不在焉 因为他正在打量周围环境 给自己物色逃跑路线呢 可就在这时 地上的血迹引起了宵爷的注意 他抹了一点细细意味 便知道那少年不久前就在这里 这么说 那少年应该是躲起来了 不然 这里可不会这么安静 只是 这样一个破败的公园 究竟是有哪些东西 被将他吸引过了 就在宵爷沉思之际 一旁的张诈忽然惊呼起来 因为正在打量周围环境的 张诈一扭头 就发现了面前地上的好几个大坑 而那大坑之外 还有许多密密麻麻的脚印 一看到张诈惊慌的表情 宵爷顿时就像是看到了 好奇宝宝一样笑着调侃他 说这些脚印和你吐出来的那些一样 张诈文言一愣 他这才想起 从始至终 自己好像都不知道 这些脚印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话一出 公灵和宵爷同时一愣 难道你看不见那些东西 不应该呀 张诈文言也是一惊 莫非这些血脚印里 还有一些自己没看出来的 可就在宵爷准备解释之时 公灵忽然眉头一皱 低声告诉他们有人来了 不多时 他们就听到了 隐约的马达轰鸣声 原来是那群黑衣人到 随之而来的 还有那位非邦老大 先前也正是他以血液为瘾 才发现了那少年的藏身之地 此刻 他面无表情地警告小弟说 找不到 就别回来了 当然 他也看到了那个 碍眼的白色面包车 看来 是有不懂事的家伙先到了呢 而那群黑衣人小弟们 此刻可就勤快多了 他们一进公园 就开始四处搜索 更是在带头大哥的指挥下 连细小的角落都没放过 因为他们知道 老大要找的是一个少年 只不过 虽然这位带头大哥 看似威风凛凛的一五和六 但内心里却正在骂骂咧咧 他有些埋怨大哥说话只说一半 要是早告诉他 那鬼门关是个少年 他们也不至于 被这样折腾的死去过 关键是找小孩就找小孩 还特么起个什么鬼门关的名字 整得这么邪心给谁看了 不过 虽然他心里富费不如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衬衫下藏了一块玉佛 希望能得到菩萨保佑 可就在这时 人群里却出了变故 只见一个长发黑衣小弟 忽然听到了动静 可他刚一扭头就正在了当场 这一变故自然是 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难道说是那长发男 发现了目标不成 就在他们诧异之际 一个星红的血脚印 突然出现在了光柱之中 接着 那长发男就开始 自言自语起来 嘟闹着孙子不来看他之类 我去 玩得这么真的吗 一帮小弟都看傻眼了 这家伙怎么夹着嗓子 学人老奶奶说话呢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那帮小弟们不淡定 因为那个长发男 忽然仰面大好 不仅露出了一张铁青的面貌 还说什么奶奶回来了 带头大哥顿时急了 哆嗦着声音问他究竟怎么了 可这话还没问完 另一个小弟也突然抽搐起来 而这个家伙就更离谱了 他畸形地扭动着身体 说要血债血偿 因为他家的十几头猪 都被村长堵死了 在那之后 村长还拦住了他们的车 将他们一家活活打死 在去县城告状的路上 怎么回事 大家怎么突然开始讲故事 小弟们无不害人 一时尽忘了搜查之事 而这一幕 也完完整整地 落在了张渣三人的眼里 他一脸震惊地 看着下方巧声询问 这些人都怎么了 起料 萧野的关注点 好像完全不在这 他望着一个阴暗的角落 悠悠地说 吐出来好多呀 你看到了吗 当然 这话不是问张渣的 而是说给一旁的公灵听的 其实 公灵也看到了 就在那群黑衣人 不远处的阴暗镜 正有一个少年 惊恐地看着他们 萧野扶了扶眼睛 说再观望一会儿 和他发一光灵 那群黑衣人 不然乱作一种 只见他们张牙舞爪地 开始互相攻击起来 张渣见状骇然不已 他不明白这些人 究竟是怎么了 甚至这一幕 让他想起了 曾经追杀他的 那些毁藏场工人 萧野顿时难了梦 难道你还是看不见 张渣文言一愣 看见什么呀 难道说还有别的东西 萧野有些无奈 伸手朝着远处指了指 让他盯着 那个黑衣人的身后 张渣文声望去 果然就看见了 一个还算正常的黑衣人 而那个黑衣人的背后 正有两行血脚印 悄悄地靠近着 张渣见状失声惊呼 而萧野赶忙提醒他 那里不止脚印 还有脚印之上的东西 张渣睁大了眼睛 努力地看 在这一刻 他的瞳孔忽然变成了蓝色 他看到了血脚印上方的东西 那正是之前 见到过的那种惨白大脚 不止如此 他还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黑衣 在那影子抓住 黑衣人的脑袋之后 似曾相识个异变就开始了 张渣骇然失色 他颤抖着声音问道 那黑衣究竟是什么 萧野此刻难得正经运 他告诉张渣 这些脚印 或者说是黑衣 就是从你嘴里吐出来的东西 张渣文言痛哄一缩 他突然震惊莫名 这么说来 自己先前吐了好几口的鲜血 藏着的就是这些怪物吗 也就是这些怪物 在当时围着自己叫嚷着开门 想到这里 张渣一把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他不敢相信这些 也不明白为何会这样 而萧野却面色平静地解释道 他说这些怪物 本来就在人的身体里 甚至说他们本来就是人 只不过 他们却是死后之人 死后之人 那不就是鬼吗 张渣有些难以置信 这世上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吗 起料 萧野忽然怪笑着 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说千万不要说鬼这个词 不然 他们会听到的 而他们的名字 就叫做商 看着突然出现的一群恐怖面孔 张渣吓得魂不覆体 可他还没反过来 就被萧野一把拽住 然后一起跳下了天台 虽然张渣几乎是被拽着灌到地面上 但他却并未伤惊动 而萧野仍旧是在不慌不忙地和他解释 他说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 其意念会短暂地离开身体 在这期间 没人知道这意念究竟去了哪里 但很快 他们就会回来 只不过 他们回来的时候 需要经过一道能力 而那道能力 休士 换句话来说 他们既然叫做商 那么你 就是商人 此刻 楼下的那群黑衣人已经全部一滑 听到动静的他们 直接一窝蜂地向着张渣围了过来 就在张渣绝望之时 公灵忽然出现在了身前 他握着长刀冷冷地说 我来开路 而萧野这家伙 仍旧是在不嫌不淡地解释着 他说 既然世间存在着商所商人 那么必然就有专门对付这些家伙的专家 所以 你可以将我们称之为 主 直到今天 张渣才知道重生后的自己已经不是正常人类 而是一种被叫做商人的怪物 至于先前动不动就准备把自己埋了的四人组 就是专门对付商和商人的特殊组织 名为储物 而此刻 那位据说被封印了三百多年的小男孩已经被萧野所请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此行的任务就已算作完成了 而黑帮老大这边的小弟们显然不太有 在遭遇伤的袭击后 几乎全军封了 好不容易逃回来的带头大哥连自己的墨镜掉了都用手 一路狂奔回到了公园入口 他要将里面的情况给帮给老大 然后再做定理 然而老大却只字不已 直接将折扇从其下板移进了嘴 他不在乎这些喽喽的身子 只在乎事情有没有办成 找不到人 就不要回来了 此时的公园里 萧野三人已经完成了收尾工具 至于这个小孩吧 哪里来的就该回到哪里 萧野捏着小孩的脖子 并没有任何心思手软 而小男孩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不知道是不能说 还是无法说 不过在这一刻 小男孩再次恢复了一些久远的记忆 那应该是三百年前 自己在母亲的面前 被人用金针穿入了太阳 而母亲已经哭成泪 眼中充满了心疼与无助 再看到这些记忆 他猛的热泪迎光 忍不住怒吼起来 也就在停止 一步一化的力量瞬息而止 连带着小男孩的面庞 都在瞬间变得争瘾可 萧野眼疾手快 直接掏出金针 朝着他原先的伤口 这一针软如渐行风厚 直接就震住了男孩的一化之相 直接他瞳孔掀视一锁 然后迅速涣散 而手臂也无力地垂了下去 萧野并非冷漠之人 他看到了男孩眼角涌出的泪水 自然也猜出他的过往会有态度不幸 可是对此 萧野只能默念一声抱歉 他笑着转过头 准备招呼功灵和张扎一起回去 可他这一回头才发现 张扎那小子竟然不见了 功灵闻言也是一惊 他也没想到张扎这家伙 竟敢趁他不被偷偷溜掉 然而 还没等他们准备追击 一个黑影忽然处在了他们面积 原来 是黑帮老大来了 他踩着一个小弟的脑袋 说萧野他们太过分 竟用此等手段伤害他的兄弟 面对这般的无端指责 萧野和功灵是一个自得软的解释 只是给了一个眼神让他自己挺 起料 那黑帮老大忽然指着萧野怀里的男孩 说那是他的私人财产 这么说 两位不仅残杀他的众多守护兄弟 还公然抢国旗私人财产 实在是太过分 那么 二位的所作所为被判得死刑 应该不过分吧 说到这 他露出一嘴黑牙阴森地笑着 一阵沉默过 萧野忽然呕了一声 似乎是终于从方才的叙叙叨叨中 明白了白人的作品 他笑着说 你就是他们的老大师吧 来得正好 我也当好有点问题想问你 说完 他漫不经心地跟功力打着商量 问他要不要先去追一下张扎那家伙 这话一出 黑帮老大可就不论硬 他直接把大脸盘子 处在了两人面前悠悠地说 你们谁也别想走 如此一来 倒是给了张扎这家伙足够的逃跑机会 他一边气喘吁吁地往外跑 一边回头张望 生怕萧野他们追来 可奇怪的是 一直到现在 身后都是静悄悄的 这么一看 自己也算是成功逃脱了吧 可是 一想到先前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伤 张扎就有些胆战心惊 但就在这时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忽然传来 张扎猛的一惊 余光更是瞥见不远处 正站着一对惨白大脚 然而 当他转头细看之时 那里却又空空如影 难道这只是幻觉吗 可奇怪的是 那嘻嘻嘻嘻的声音仍旧不绝于耳 惊骇之下 张扎只能把同意 他不愿意接受自己是伤人的事实 他只知道 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且 自己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完成 不久后 他再一次路过那座旋转路马 与先前不同的事 这一次他真的想起了一些久远的事情 那时的自己好像还是个小孩 而这座游乐场还热闹非凡 在那些回忆里 他还看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直到此时 他才终于知道 那股熟悉的感觉来自哪里了 这帮老大这边 他显然是低估了宵野的势力 他甚至还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自己就已经蜷缩着身子跪在了地上 只是不知道 此刻的他有没有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呢 他是一位非帮老大 只看样子 大家应该就会想起某位故人 当然了 此元华非彼元华 这位非帮老大不仅残忍尸杀 而且狠起来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可不巧的是 今天 他碰到了一个硬茶 因为只是 归合下来 他就勾搂着身子跪在了地上 他也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的身法竟然如此敏捷 自始至终自己几乎都没碰到过他 原来 早在他篮下萧衍和宫灵时 就发现自己被二人无视了 宫灵更是里都没理 直接扬长而去 准备将逃掉的张扎抓回来 而萧衍 这家伙更是气人 他根本就不出手 只是一味的省 直接就让黑帮老大的攻击尽数落空 在此期间 他还笑着劝黑帮老大有话好后 其料那黑帮老大压根就听不进去 甚至还越发暴怒起来 无奈之下 萧衍只得叹了口气 然后摆出了一个手势 而黑帮老大此刻的充实正忙 一看到萧衍变招 点珠子都吓得更大 他想躲已经来不及 只得结结实实地撞在了铁上 这一下直接把他撞得七荤八素 狼狈之急 而萧衍那丝竟然一脸感慨地说 哎呀 这里怎么会有善门呢 可恶 简直是气人太甚 吃了一个大亏的黑帮老大 恨得咬牙窃室 他擦掉鼻息 问萧衍究竟是混哪条刀手 而萧衍仍就是没个正形 笑着回了四个字 人间正大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 这黑帮老大并不是什么鬼 真的就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黑老大 见到这小子一副 看不起人的样子 黑老大悄悄地抽出了 自己的执扇 此刻 他也不在乎这家伙是混哪里 反正今天 这小子必须给你 可萧衍此刻显然已经忘了 他忘了忘歌 在远处的那个男孩 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已经预感到 此刻的公灵 应该已经抓住了张诈 那么自己也该 快点结束这场闹剧了 可实际上 公灵这边正气得哑痒痒了 因为他找到张诈时 发现这家伙 正在望着旋转木马出神 这让他误以为张诈并非逃跑 而是在回忆往事 可没想到 他只是远远喊了张诈一声 那家伙转头就跑了 差点没把他给气坏 当然了 公灵这边是这样的 毕竟他只需要追上张诈就可以 可是肖也这边 要考虑的可就很多了 因为黑老大污渍 对着肖也说了半天狠话 竟然全被走神的肖也 荡成了耳边风 这就让黑老大很没面子 他握着扇子 就朝着肖也的面门知道 千亿无法之际 惊醒过来的肖也 下意识地一测试 显之又显地 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而那黑老大的扇子 是直直地搓进了墙壁之中 听着那阵惊铁之声 再看着那被戳出了 一个大窟窿的墙 肖也的冷汗都下来了 可黑老大的攻势 显然没有结束 他只能重生躲避 终于 肖也在密集的攻击中 找到了一个机会 他再次出手 一把就抓住了 黑老大的手段 他盯着那把折扇 一破地问道 这扇子该不会是铁的吧 起料 黑老大并未搭话 而是阴森一笑 因为下一刻 他便打开了折扇 露出了藏在 上谷之间的三笔飞刃 肖也骇然之下 赶忙仰头躲避 其中两笔飞刃 直接就擦着他的下巴 定在了身后的墙上 至于那第三把飞刃吗 自然是被肖也咬在了嘴里 他笑着感叹 好精致的小刀啊 这种不切的态度 让黑老大脑羞成怒 他张牙舞爪地 再次挥起折扇直击而来 可是他却忘了 对战并不是一味的猛风 瞧着黑老大迈开的肚子 肖也忽然怪异一笑 直接抬脚就踢 先前的那一幕就出现了 黑老大痛苦地跪在地上 口齿不清地背好着 肖也并未趁机下手 而是仍旧不忘初心地问他 那小孩究竟是哪儿来的 可还没想到 黑老大竟然强忍疼痛趁机发难 一招就将肖也逼退了出去 他痛斥着肖也的行尸过分 然后一把扯下了自己的衣服 他咬牙切齿地说 今天要是不把你弄死 自己下半辈子不计都睡不好觉 想想也确实如此 毕竟肖也若是还活 就等于世上还存在着一个 让他无比弹成的家务 看到黑老大的这般模样 肖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自己还得躲一阵子 看着密密麻麻射来的飞刃 肖也辗转疼目 更是当着黑老大的面腾身一跃 直接就跳到了他的身后 黑老大恍然一惊 赶忙转身应对 可他刚一回头 就看到肖也的大手 已经吸到了自己的眼前 在那瞬间 他仿佛看到了无数恐怖的事物 朝着自己一扑而来 这是他此生都未见过的可怕之想 然而 预想到的攻击并未到来 当黑老大睁开眼 就发现肖也的手定格在自己眼前 而自己的眼睛却突然开裂了 骇然之下 黑老大赶忙跳了出去 他一脸紧张地盯着肖也的手 似乎是在看着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 手 什么手啊 我还没出手吗 肖也笑着扭了扭手腕 然后一脸善意地问他 那小孩究竟是从哪弄来的 而黑老大此刻已经慌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刚刚看到的东西 于是 他一脸颓丧地抓了抓头发说 好 我告诉你 那个小孩连带着那口棺材 都是别人送的 肖也闻言眉头一皱 问是何人所送 起料 那黑老大再次露出了满口贝亚说 当然是阎王爷送的 随后 他便在肖也震惊的眼神下 直接对着自己的拇指下了嘴 然后又在脸上画了一副奇怪的文物 接着 肖也便看到黑老大怪叫着跳起大神 他说这都是被你小自义的 因为这种折瘦的招式 他从不轻易使 说着 他就开始唱跳起来 看样子是准备请神上升 当吟唱结束 他翻着白眼朝肖也怒然一指 大喊了一句阎王所命 什么乱七八糟的 突如其来的耳光 直接将黑老大打回了现实 他懵了 这一招怎么不灵呢 而肖也则是一副美好气的样子 让黑老大别整那些幺蛾子 不如老实回答一下那小孩的来历 可是黑老大显然是不信心 再一次神神叨叨地念了起来 这可把肖也整无语了 他看了看搁在一旁许久的小孩 心中越发烦躁起来 这一次 他收起了原本的戏血之类 而是一脸严肃地拍了拍 黑老大的肩膀数 这是他最后一次问话 两人蹲在墙角一问一本 不多时 他就将小孩的来历 摸了得清清楚楚 肖也并没有将这家伙干掉的打算 而是让他给自己的兄弟们叫汤救护吹 说不定还能救回一些 临走时 他还告诫黑老大 以后不要学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 而且 更要离这样的小孩远一些 因为 他们一直在看着他 当然了 他还有一条最后的重要 那就是劝黑老大有空多去刷刷牙 然而 肖也还没走出警 公灵的电话就突然来了 他还以为是公灵已经将张扎抓住 祈祷张扎不要被做得太惨 可公灵的话却让他面色忽然一脸 因为张扎真的逃掉了 为了摆脱这几个动不动 就想将他埋了的家伙 张扎终于找准了时机 在一处荒废公园里成功逃脱了追击 可实际上 虽然他看似逃掉了 但却始终没有躲过楚屋的眼睛 因为公灵已经查到了他的住宅 看着安静躺在后座的脑海 肖也忽然有些想象 因为这男孩和张扎都是商人 如今抓了一个 却又逃了一个 更离谱的是张扎居然能从大姐头手里逃掉 属实是让他没想到的 公灵不知怎么形容当时的情景 他只知道 张扎这小子滑溜得很 如果非要让他形容一下的话 那就是这小子就像蟑螂一样 一听到这种罕见的比喻 肖也顿时一乐 他开始考虑要不要去帮个忙了 死掉 公灵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想法 直接就说 你别出手 我要亲手抓到他 而此时的张扎显然不知道危险 正在步步逼近 还在一个劲地收拾东西 看来是打算提包开溜了 虽然房间里已经被他翻了一团糟 但梯子里的东西却是摆放的整整齐齐 那是一张信封 一个助听器和一些其他的东西 当他看到这些事 目光忽然闪过了一丝柔火 虽然这些故事的结局动了耳朵 但至少里面寄托着他最珍贵的位置 沉思之中 张扎忽然觉得胸腔里有股躁动之勇的伤 他骇然之下赶忙捂住了嘴巴 因为他知道 自己突出来的东西 是有多么可怕 我就在这时 门口的响动让他猛然一惊 在开门的瞬间 萧也略显得意地打了个招呼 可是 迎接他的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当然了 还是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那种 看来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萧也仔细打量着房间的环境 当他看到一张被写满了字的挂历时 不由地愣住了 他心中隐隐一痛 因为张扎从没告诉他们 自己要打这么多功 今天是27号 上面还写着寄前二字 看来这些就是张扎当初所说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原因了 公灵也有些触动 轻声补充了一些信息 在赶到这个小区之际 他已经做了详细调查 这个地方 是全市房租最低的片区 因此也居住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 萧也闻言 有些忍不住的感慨 生活不一样 殊不知就在他们打量房间之时 张扎这家伙就站在窗户之外 他不知道萧也他们是怎么追到这里的 也根本无暇考虑这些 因为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毕竟 四层楼的高度 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心惊胆战 更何况 还是在仅有一根水管做支撑的情况下 可就在这时 一只乌鸦忽然从张扎身边飞过 还大咧咧地蹲在一旁的电线上 直勾勾地盯着他 下一刻 公灵的手就一把抓了过来 张扎顿时大惊失色 这女人是怎么知道自己藏在着的 难道是这只乌鸦搞的鬼 挣扎之下 张扎身子一个猎脊 直接就跌下了 好在 楼下的几只纸箱子起到了宝中 才让张扎不至于摔得太惨 可即便如此 她仍就是觉得口中一干 然而她刚一睁眼 就发现一团黑影从天而降 因为那个女人竟然跳了下来 看样子还毫发无所 张扎大惊之下 悟不得伤痛直接起身便跑 而公灵居然没有动身追赶 看样子 这位姐姐好像有些洁癖 不怎么想踩到那些黑乎乎的污垢 可只是片刻过后 她就借着墙壁之势 猛然追了出去 这一幕自然是落在了宵野眼里 她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洒出不及 反而是一副心情复杂的样子 她想起来了之前公灵跟她说的话 那就是在查询张扎住址的时候 公灵发现了张扎和他们的相同之处 在当时 孝也很是惊讶 还以为是张扎这家伙有点白历之类 可公灵的话却让她直接愣着 因为 张扎和他们一样 也是孤儿 所以此刻 孝也望着一片狼藉的小斑间 心里忽然五味杂陈 也就在这一刻 她忽然有了一个新的决定 而张扎这边 仍旧是在小巷子里狂奔着 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也甩不掉那个女 直到她看到头顶弹旋的那只乌鸭 才终于明白过来 然而她刚一背 就发现了骨在前方的萧野 可萧野并没有出手阻拦的意思 只是沉着声音向她喊道 张扎 跟我们回去吧 可张扎此刻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她回头看了一眼即将追上来的公灵 猛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然后 她就在萧野瞠目结舌的表情下 直接朝着一个狭窄的墙缝跑了过去 更是头也不回地就往里钻 哪怕是被挤得遍体鳞伤 可是 公灵已经追上来了 她一把抓住了张扎的背包 准备将它揪出来 可这反而激起了张扎的求生欲 她咬着牙直接正断了背包 然后向着另一边的出口直奔而去 看着面前空无一人的墙缝 公灵颓丧地站在原地一言不乏 也直到此刻 萧野才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大姐头会将张扎比喻成蟑螂了 萧野同样是沉默不语 因为她不明白 日历上的祭前两字究竟是指什么 竟然让张扎如此不顾伤势 还拼了命地逃跑 在那之后 她接过了公灵递过来的背包 看到了里面的一张泛黄照片 再一想到公灵提到的新闻报道 才明白昨天的游乐场对张扎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她更没想到的是 同样悲惨的遭遇 张扎竟然足足经历了不下三次 因为作为一个商人 张扎从出生起就失去了很多东西 因为笼罩在她身上的恶意 会摧毁任何仕途接近她的普通人 此刻的张扎仍是在慌慌张张地逃跑着 甚至一不小心还撞倒了一个小女孩 这一幕似曾相识 让她忍不住想起了那段伤心过往 但她不敢住嘴 也没有时间道歉 只得再次拼命向前跑去 直到跌倒在了一个偏僻的箱子 然而 掉出来的信封却让她心中猛一步 因为 那又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这一次 她再也没忍住 将淤积了几天的鲜血衣服 等她反应过来时 一切都为时已晚 她慌乱地用手拢着 希望那些怪物不要再从这里跑出去 正在这时 校爷他们追来了 和之前一样 她仍就是那句话 张诈 跟我们回去吧 你在外面 会害死更多人的 正因为张诈并非普通人类 所以自从她出生起 就充满了各种母性 她在孤儿院长大 直到五岁时 才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当然了 按道理来说只是养父养母 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妇 还亲切地喊她阿诈 也就是在那一刻 她成为了一个城里人 有了疼爱她的爸爸妈妈 也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当冬去春来 张诈越发感受到 爸妈的深切爱意 他们对自己仿佛示弱几乎 而张诈 也早就接受了 这个可爱的家 不过即便如此 张诈却从未笑过 她不是感受不到快乐 好像只是一个 笑容的绝缘体 对此 她的爸爸妈妈并不介意 仍旧是满脸笑容 耐心地引导着她 他们拿着照片 告诉张诈 笑起来才会好看 直到有一天 他们来到了一处游泳园 看着其他孩子们 叽叽喳喳地笑的会 他们有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陪着张诈 去玩一趟旋转 但可惜的是 那里有满 只剩下了一个空落 没办法 张诈的爸爸妈妈 只能买了一张单人品 打算让张诈先上去玩一波 而他们则准备 去给阿诈买一份吃的会儿 于是 在旋转木马上的张诈 回想着先前的种种 忽然傻傻地笑了起来 那 是他发自内心的笑容 也是他生平的第一次笑 他满怀欣喜地 等候着爸爸妈妈的胃 想盗死他们 自己学会了微笑 然而他左等右等 看到的却只是茫茫的人群 忽然人群中 传出了一阵惊 仔细一听才知道 是游乐园里有处围墙脚架 发生了倒塌 还将一对夫妻 砸在了下面 在那一刻 张诈忽然觉得 眼睛的一切都失去了眼色 而他 也再次成了孤儿 后来 张诈上学了 和往常一样 他孤零零地坐着一言不发 但在那一天 他身后的一位同学 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希望他可以帮忙讲几道题 看到张诈不解的眼神 那位同学指了指自己的耳 张诈这才发现 这位同学竟然患有听觉障碍 于是从那以后 两人便渐渐熟络起来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甚至 他还将张诈邀请到自己家里一起示范 也带着张诈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耍 也就从那时起 张诈的脸上也渐渐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然而好久不成 似乎是他的笑容隐蔑了上天 那时他们相约去水不游泳 由于喂水 张诈便独自一人在岸边堆沙子 可不知怎 那么好朋友不然在水里挣扎起 张诈见状也悟不得那么迷 直接就跳入水中朝他游了过去 然而 一层一层的离岸手 直接就将他们的距离越拉越远 所以 在那一刻 他失去了一位最好的 在那之后 就没有人再愿意接近他 甚至还有人对他恶言心想 在他的客桌上 刻满了各种刺耳的外号 在大家的排挤下 那里的客堂上 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影子 再后来 他长大 刚刚17岁的他就已步入社会 成为一名平凡的工地人 平日里 陪伴他的只有几个饭头和落日午饭 可某一天 一位新来的小伙子找上来 他叫小吴 因为看张诈一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所以也就打算凑个半 跑在工地里互相照应 于是从那天起 两人之间没事丢个几瓶水 再互相帮忙干个活 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虽然从始至终 张诈都没有笑过 但小吴也从未主动问起 直到有一天 经常傻笑的小吴 被张诈给吐槽了 他这才无奈地说 反正日子都已经过得这么惨了 自然是得多笑笑 不然 怎么对得起自己吗 说到这里 他还调侃着劝张诈 莫要再这么装逼 他说 笑一笑不是坏事 说不定一笑 就会发财呢 不过聊到最后 小吴忽然提起了上学的事情 他说自己家里很穷 所以在学习上也格外卖领 但是 他还有一个学习更好的妹妹 所以 作为哥哥的他 便毅然决然地辍学打工 希望可以将妹妹 攻到大学毕业 说到这里 他将一个有些单薄的信封 珍重地塞进怀里 这是他存下来的工资 每个月都会寄回家里 而张诈自然也是知道 这份差事的收入 所以也有些怀疑 这点钱是否够用 这当然不够用的 而小吴今天说这么多的目的 就是想跟张诈打个商量 看能不能接上一点 其实 张诈在当时就有些异动 但嘴里还是不老实地 和小吴调侃起来 但 天公忽然就吓起来 和往常一样 张诈拎着两个饭 就心冲冲地往工地上 可他刚一出门 整个工厂里的警示灯 就尽数亮起来 只见工友们都 慌慌张张地往一个地方跑 呼喊着大家前去救人 张诈赶紧跑过去 可在那里 他看到了一个 将地能都杀裂了的盘 还有一个烂得不成样子的暗示 在这一刻 他失去了自己最好 看着那张 对雨水尽湿了的单独行 张诈忽然有些窒息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竟让老天如此对他 他没有害人窒息 只想普普通通地活着 所以从那时起 他就努力地让自己孤独起来 希望老天能忘掉自己 而且 他还将每月的27日 作为了自己的季节 可是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突然就将这份沉浸打过 望着身下的这滩血迹 张诈有些绝望 可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忽然在身边响起 是萧野他们来了 和之前一样 萧野温和地说道 张诈 跟我们回去吧 但也和之前不同 这一次 萧野伸出了手 想要拉他一半 另外 他还补充了一句 或许 我们可以帮你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几个人出去 就几个人回来 啊不对 是多带一个人回来 不过 张诈这次在某种程度上 算是主动回来的 刚倒到盖门口 张诈就发现 静静站着的那位经年大叔 大叔的眼神中 带着一顶居高临下的霸气 也带着一种令人 不肯抗许的审视 可奇怪的是 那大叔忽然一言不发 向几人做了个请的手势 这样走在前部的张诈 有些不知所措 他想向萧野求助 可这家伙仿佛是没看到一样 直接说了一句 我去做早饭 就绕了过去 不过好在这家伙 还有点良心 因为临走时 他告诉张诈 先去三哥那里做做 可一进 张诈就后悔了 原来 萧野说的三哥 竟然是那个 拿着痒痒挠的怪叔叔 此刻 那家伙就和张诈面对面坐着 那距离近的 已经让他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不然 那怪叔叔冷不丁地 蹦出了一句 你叫什么 张诈不敢怠慢 一脸紧张地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起料 那家伙就这么 直勾勾地盯着他说 我知道啊 张诈愣了 他虽然不知道怎么接话 但心里已经开始骂娘 你知道了还问 好在 萧野的出现帮他捡胃 原来 是他已经做好了饭菜 来招呼几人准备开饭 那大叔仍旧是目不转睛地 盯着张诈 然后比了个OK的手势 当然了 这个手势是用那个 痒痒挠补的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把这个玩意 做到控制游行的 早饭很丰盛 一箩筐的馒头 和十几个鸡蛋 再加上一点点小菜 虽然很素 但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了 好像是因为身处 道观之中 又或者是比较拮据 至于那个怪叔叔吗 没错 他还是将痒痒挠用的 出神入化 萧野见到张诈 一直在愣神 温和地告诉他 让他快吃 把这里当自己家 张诈正正地答应 虽然一开始他是拒绝的 但早前萧野就跟他解释过了 说是在道观里也可以挣钱 同时还可以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 张诈自然知道 这是在说他是伤人的这件事了 想到这里 他突然很想了解一下 大家将会如何帮他 以及自己需要做些什么配合 起料 这话刚一出口 那痒痒挠就指了过来 只见那个怪叔叔批评说 请他们帮忙是要付钱的 张诈一乐 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 萧野健壮 胆忙领起一个馒头堵住了三哥的底 然后就让张诈安心吃饭 其他事情等吃完饭后再解释 公灵一直默不作声 吃完早餐之后就直接撂下碗筷 说要回去补个觉 而张诈也在坠坠安中开始动款 然而 刚三两口下去 那怪叔叔就又吓了他一条 他说 张诈刚刚一共吃了一个馒头 三个鸡蛋和一碗粥 他都已经系下来了 说着 他还打了个宝格 可张诈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直接起身 说要出去散步 萧野自然是瞧出了三哥的小心思 当即喊他自己碗自己洗 起料 那家伙一听反而跑得比兔子还快 然而一回头 那位一直挺高冷的大叔也挺了快 说这里就交给你了 萧野文言 极为尊敬地答应着 可张诈没想到 那高冷大叔在临走时还刻意瞧了他一眼 然后拍了拍张诈的肩膀 让他慢慢吃 不着急 这种感觉 突然让张诈的心里有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于是 席间就只剩下了萧野和张诈二人 可刚刚一样 萧野还是那副和善的语气 示意张诈没吃饱就多吃点 然后悄悄戴上了耳机 起料 馒头刚一入口 一股怪异的感觉就从腹中涌出 大惊之下 张诈赶忙捂住了嘴巴 他想到了自己吐的那些东西 想到了那些名叫伤的怪物 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张诈一脸凝重的问道 那些叫伤的东西 真的是自己吐出来的吗 萧野文言一笑 只回了两个字 对啊 在确认了这件事后 张诈似乎有些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此刻 是在身体里还是血液里 可没想到的是 萧野全部否认了 他说那些伤就在张诈的身后 这话一出 直接就把张诈吓了一跳 他敢不起声看向背后 可那里却是空空如也 这一幕看得萧野哈哈大笑 他解释说 自己说的身后可不是这个身后 而是指现实的反面 也就是说 如果张诈的眼前是现实的话 那他的身后就连接着另一个世界 而张诈所见到的那些伤 就是从那个世界中跑出来的 所以 张诈的身体就是两界之门 听到这些话后 张诈总算明白了什么是伤人 然后 他急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他 为什么偏偏要选他来承受这一切 可萧野依旧是那种笑嘻嘻的表情 告诉张诈这是天生的 这话一出 张诈呆住了 他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而萧野仍旧是不慌不忙地解释着 说伤人的诞生是随机的 无畏因果 换句话来说 就是张诈是个天选之人 只不过 虽然他们作为专门应对 伤和伤人的储物 也并不了解伤人的诞生原理 一个伤变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 也必然包含着死亡 换句话就是 张诈已经死过一次 只不过奇怪的是 现在的张诈处于一种很诡异的状态 那就是他既是伤人 也是人类 因为萧野从未见过 能有人从伤人状态恢复过来 这样一看 张诈又是个幸运 或者说 还是个奇迹 不过 萧野显然还没有说往 他继续解释道 在通常情况下 人一旦完成伤变 就会彻底失去人心 成为不断释放怪物的形式走路 而应对的方法 就是把这些伤人的脑袋 取下来然后买 譬如 就像这个房间里的店 这个房间 张诈忽然打了个海镜 他看着密密麻麻的罐 忍不住觉得脊背发凉 可他又怎会想到 就在萧野解释 消灭伤人的办法时 他们的隔壁 正好就在上演的 同样的一出大戏 这是一个满是中药贵的房间 地上画满了阵法 那位高涌的大叔 就站在一个盖着白布的台子前 而那台子上 就是萧野他们 带回来的那个伤人男孩 至于萧野这边 他似乎是在配合那位大叔 十分详细地讲起了 取手之后的每一个步骤 那就是在取手之后 需要用童真所学 封其七桥 之后就可以将其进入 诺颖罐 贴伏封台 然而 当萧野讲了这句话 张诈忍就是在镇紧的 因为他不敢相信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罐 这岂不是就代表 这世间存在着 许许多多这样的伤人吗 萧野笑着说 别光看数量 这其实都是好几袋子 有些罐子 估计都已经放了好几百年了 可是 即便是萧野如此解释 张诈仍就是心有余悸 因为在那罐子里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所以 他有些担心地询问萧野 自己是否会彻底变成伤人 听到这话 萧野忽然歪嘴一笑 虽然他并不确定 张诈是否会彻底伤变 但只要张诈会莫名其妙地透霉 就代表着他有那种变化的可恶 不过 与其担心未知之事 还不如趁热多吃点糯米饭消消毒 一听这话 张诈瞬间就化身成了干饭人 此刻 他是一粒糯米都不愿浪费 甚至他还一边干饭一边问 吃了糯米饭 是不是就能杜绝商变了 但可惜事与愿不 因为萧野也不知道 这下 张诈又慌了 他很想知道 自己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彻底变成一个正常人 其实这件事 萧野他们更想知道 或者说 是任何一个主屋都想知道 正在这时 萧野听到了电话内婆的声音 懂事的张诈也就没在吱声 声音是高容大叔的 他让萧野问问张诈 在当时摆放着棺材的电话 是否还有某些特别的东西 还有东西 张诈愣了 这是之前不是盘问过吗 他都说了 有很多死人 还有一口红色棺材和一个男孩 对了 还有很多血脚印 可那大叔关心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让他继续回忆 难道还有 张诈有些纳闷 他仔细地回想着当时的情景 渐渐地 他想起来了 好像自己往那个房间走的时候 看到了好多块金砖 听到这会儿 那位大叔就没在发问 因为在他面前的桌子 正摆放着几颗碎裂的金块 而这些 正是他从乱小孩的腹中取出来的 所以 究竟是什么人 将这些金块给缝进去的呢 与此同时 那位被萧野收拾了一顿的飞帮老大 终于狼狈地逃回了那处仓库 一进门他就大声嚷嚷 让小弟们给他送点水和药来 可是 他喊了半天 都没有小弟前来接应 这可就把他气坏了 这帮该死的家伙都跑哪去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忽然传来了一个悠悠的声音 只见一位花脸怪人正邪靠在沙发上 手里还在缝着什么东西 奇怪的是 这个怪人的脑袋上 竟然也插着一根金针 而且 就连身上也是布满了针线缝合的骨骑 只听他略带布满的质问黑老大 问他为何没有如期交货 并且 这运回的货里 为何就剩下一副空棺材 起料 那黑老大根本就不带牌了 他一脸不懈地说 咋的 老子不卖了还不行 他自己已经付了定金 毕竟 做生意得讲诚信 可黑老大显然没将他放在眼 诚信对他来说毫无价值 他直接朝着里面喊了 让自己的小弟们出来 将这个没礼貌的褚破 就地堵了 然而 整个库房仍旧是静悄悄的 而那花脸怪人甚至还不懈地嘲讽他 但他声音在大雨 免得自己的兄弟们听不见 金 这种相对罕见的贵重金属 如今竟然被人缝在了 一个满海的肚脐之中 而肚脐对人来说 则是十二经脉之本和五脏六腑之缘 那么 将金子缝在此处的意义 会是什么呢 身为当代储物大哥大的高冷大叔 有些百思不及 他不明白 三百年前的这些同行究竟是想做些什么 而这一一桩 自然是将萧爷引过来 他拿着一块金子仔细看着 虽然似有所觉 但又沉默不已 不过 萧爷跑去了隔壁 自然不可能让张扎一人待着 所以如先前那般 他又一次叫来了三哥 于是 似曾相识的一路就出现了 而张扎 则是尴尬的脚趾都快抠出了三母 好在这种怪异氛围并没持续多久 因为萧爷他们已经从礼物出来了 只不过 此刻的高冷大叔手里却抱着一个罐子 气氛有些凝重 张扎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最终 他还是忍不住发问 那罐子里装了什么 可是 却没有人回应他 因为张扎虽然愣了自己 但这答案似乎已经显而易见了 当明白这些后 张扎也沉默了 他看着那个罐子 仿佛是在看自己 笑也拍了拍愣在原地的张扎 说将他引去游乐园的 可能就是这个男孩 因为那里 是男孩曾被埋葬的地方 而在他们相遇之前 男孩已经被封在关中三百多年 所以 张扎的出现 等于是扁了他一个不汉一九的酒 说到这里 笑也忽然喊了一声张扎 准备带他出去后座起 张扎下意识地跟了上去 因为心已经乱了他 确实需要释放一下 可就在这时 一条胳膊却搭在了他的肩上 一看是那位痒痒毛大叔 或许此刻他已经不需要散心了 果然 那意料之中的怪异气氛还是来了 只见那痒痒毛搭在了张扎耳边 摆了个悄悄话的手势 然后 那令人发毛的温热鼻息就在耳畔传来 而那怪叔叔则说了一个 令他颇为异动的事情 于是 当张扎刚走出门 那怪叔叔就清了清嗓子 准备宣布一个事情 那就是从今天起 这里扎就是他的徒弟了 张扎有些无语 自己的名字明明已经告诉他不下两次了 还不快拜师行礼 怪叔叔的一句提醒灯时让他醒过来 张扎哪里还管名字对你 立马就毕恭毕敬的那头变白 于是 从此刻起 他就这么有了个便宜师傅 而拜师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师傅带着徒弟参观一下士门大院了 至于原本是打算带张扎散心的宵夜 也被这突然的一处给整蒙了 此刻 师傅大人带着张扎来到了一处典雅的大院 还指着周边的房子问他如何 以及打算满下哪一栋 张扎一听 再一次蒙了 这位师傅该不会得了健忘吧 想到这他赶忙变静 说自己不是来买房子的 起了这话一出 师傅竟然皱眉问他 那你找我干嘛 得 这位师傅大人的记忆连三分钟都存不住吗 一阵无语之下 张扎赶忙讲出了两人之前的悄悄话 那就是以拜师为条件 来让自己恢复成一个正常人 好在 师傅应该并未忘记此事 他沉思片刻 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张扎现在的体质 对伤这种东西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 所以 那些游走在外界的伤就会慢慢聚集在张扎左右 进而影响其身边之人 而这 也就是张扎成为灾心的原因 因此 想要变回正常人的第一步 就得先从阻止伤的接近开始 一听到这种头头是道的解释 张扎眼睛都亮了起来 他一脸惊喜地询问师傅 究竟如何才能做到这些 然后 他就见师傅拎出了一件铜钱面罩 见到此物 他顿时就想了起来 自己之前被绑到这里时 好像带过这玩意儿 师傅解释说 这东西叫做五帝通宝面罩 可以驱邪画杀 戴上此 不仅会让邪物不敢接近 还会对张扎吐血的毛病有所防止 除此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戴上很帅 听到这里 张扎已经对师傅崇拜了 这面罩怎么听都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起料 师傅大人忽然将面罩举在眼前 说一副只败19888 这话一出 张扎的眼神瞬间就清澈了下来 师傅有些纳闷 再次举着面罩在徒儿眼前晃了晃 可张扎仍旧无动于衷 憋了半天 张扎才略显乖巧地说 我没有前言 于是 他这位师傅就麻溜地将宝贝收了起来 而这一幕 也是一点不辣地落在了宵夜二人眼中 对此 他们似乎都有些习以为常了 而高冷大叔则是换来的一只乌鸦 让他闻了闻手上的金款 然后又看向了宵夜 他想确认一下 那黑老大说的话是否可信 宵夜有些迟疑地恩了一声 因为从直觉来看 那人并不会骗他 在当时 黑老大给他讲了那口棺材的来历 他说那棺材是从一个当地人的手里买来的 那是在十几年前 这口棺材刚刚才被挖出来 他还以为是一件古董 便买了下来准备留着以后高价专手 可他又怎会知道 这棺材里面竟然有一个小男孩 所以 在第一次开关之时 他就舍了好多个兄弟 宵夜一听顿时就那么冷 明明有了前车之鉴 那你为何还要再次开关 黑老大忽然冰散 想了半天才说 就是想打开看看这小孩保存的怎么样 他在骚 宵夜一眼就看了出来 可那黑老大为了转移事情 竟然抛出了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 他说那天挖出来的棺材其实并不止这一 若没记错 同样的红棺材至少得有两到三口 听到这会 宵夜顿时严肃了起来 他追问道 那卖给你棺材的究竟是些什么 突然这么一问 倒是吓了黑老大一条 他惶恐绿意的说自己都已经不记得 现在唯一的印象就是 那个人好像是个村民 而那个村子 好像叫做黄白村 听到黄白村这个名字 高冷大叔也是一愣 宵夜点了点 说这个村子已经让公民查 但可惜的是 网络上几乎没有关于黄白村的相关信息 看起来 好像是有人不想让外界知道这个村子 听到这里 高冷大叔默默放走的乌鸭 转而盯着手里的金块若有所思 所谓黄白 乃练单化金鱼之束缚 而如今种种气息 又将黄白二次关联了起 那么这个黄白村定了问题 宵夜闻言一笑 说这就去调查一番 可高冷大叔却叫着他 因为他想了解一下 宵夜打算怎么处理张扎 而张扎这边 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无谓别的 他只求师父能将面罩暂时租给自己 哪怕是以后干活以供底薪都行 听到这话 原本还一脸不乐意的师父似乎有些异名 巧的是 刚好远处就传来了电话响声 于是 在师父的一声令下 张扎蹭的一下就窜了出去 然而 就在他刚刚拿起电话的那一刻 里面的声音却让他忽然一惊 因为里面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求救声 伴随着的还有一些极其圣人的古怪声音 没过一会儿 萧野闻声赶来 他拍了拍张扎的肩膀 然后接过了电话 只是三言两语下来 萧野就确认了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他叮个张扎说 有活干了 可是 若自己去出这趟任务的话 那黄白村那里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 他看了看远处的 忽然有了主意 于是他张口就喊起了三个的外号 老爸 可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忽然闪至深前 原来是功灵来了 他很干脆地说了一句 我去一趟 听到这话 萧野有些担心 毕竟功灵好像根本没有休息多久 这么拼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啊 功灵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这一次 他只去收集情报 那好吧 萧野没在劝说 提醒了他一下要保持联络 而张诈此刻 还正正地盯着 贴在门口的宣传海报出声 他不敢相信 这上面写的内容 真的是这群家伙能做的事情吗 萧野再次一有所指的高声 喊了一声张诈 当他准备出发 而他那便宜师傅和上次一样 恰如气愤地站起身来 打着哈欣说要去谷歌舞觉 可这一次 萧野却没有惯着他 而是再次喊了一声老爸 然而 喊了一声后 萧野却又忽然看向了张诈 他略显惋惜地说 可惜啊小喳喳 恐怕 你是没有机会见识到 咱们黎松冠的最强储物了 最强储物 到底有多厉害 张诈好奇地问道 可在下一刻他就发现 一只穿着拖板的大脚 不然就窜到了眼前 原来 萧野嘴里的最强储物 说的是师父啊 于是 到了目的地后 师父大人一脸地感叹之色 说还是得他亲自出马才行 下车之后 他才想起来问 今天是什么任务 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萧野文言音声 他看着面前这栋破旧的楼房 说这家人长期受到邪务侵扰 尤其是家中的女儿 更是深受其害 所以 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无需多言了 听到这里 张诈的便宜师父登时了然 只见他一脸霸气地说 刘诈 今天就好好地看为 是给你漏上一水 此言一出 张诈似乎有些认命了 甚至他还贴心地提醒了一下师父 说以后喊他小黄就行 然而 他们刚准备出发 萧野就发现 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 破剧先锋盗谱的黑衣 来人衣衫褂褛 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道 而那老道走到他们更前后 只说了一句话 几位 都是同行吧 这是一个有关中邪的故事 这是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 一位年轻的妈妈 正眼巴巴地守在女儿床前 用一粒金块擦拭着她的胳膊 可就在这时 摆在堂污正中的火盆 忽然躁动起来 见状不妙的妈妈 赶忙起身前去查看 可她却没想到 自己才刚刚走出几步 身后就传来了一压压的声音 再一步步 就发现原本躺在床上的女儿 忽然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 飘了起来 所以 她就将电话打到了黎松冠 于是没过多久 门外就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一开门她就发现 来人是一位胡子拉叉的老道 还引有一丝不怒自威的声音 老道当即到明身份 说她是来自钟南山的天师 马德镇 这简短的介绍一听 就是大有白头 这位妈妈赶忙将她请进去 当然 她也看到了 跟在马天师身后的三个年轻人 老爸大不一脉 似乎也打算来一番自我介绍 可这位妈妈显然更快一步 她询问几人是不是马天师的徒弟 老爸一听就不乐意了 她刚想辩解 可肖也就笑嘻嘻地迎了上楼 说他们只是来帮忙的 于是 他们也就被客客气气地请进了屋子 房间采光挺好 也很通装 屋内更是被收拾得一尘不染 这一点自然是看得几人心慌神 然而 当他们看到里屋的那个女孩时 面色却陡然凝重了起来 那位妈妈给几人介绍 说这是她的女儿 名叫小卡 她从小身体就不好 也因此看了很多医生 可即便如此 女儿的身体仍旧是美方一小 所以后来 她就尝试着去找了几个大师 那些大师看过后 都说自己的女儿被脏东西柴上 而且还是很凶很凶的那种 可他们嘴上这么说着 却又一位也看不好 可她又不忍心 看女儿一直这样迷入高烧 多迷不醒 没办法 她才在今天又联系了一些大师 想再世上一试 这时马天师发话了 他说通过女孩的脉象来看 那个会晤恐怕已经深入到了五脏六腑 听到这里 妈妈慌了 因为此时 她可是最害怕听到什么晚期之类 好在 马天师一脸淡然之色地劝她放心 说她自会将这些东西处理干净 趁着两人说话的机会 萧也悄悄地触碰了一下女孩的太阳穴 随着一支蓝光电射而过 那女孩忽然无意识地喊声妈妈 妈妈一惊 胆忙就奔到了女儿床前心疼地询问着 看着这对可怜的魔女 萧也暗叹了一下 然后悄悄地将探知内容告诉了三个 那就是 这女孩确实是被复活生 而且那东西 现在还在这个房子里面 虽然张扎没有听到这些 但还是有些担心女孩的情况 她不明白 伤为何要侵扰这个女孩 看到了再一次变成好奇宝宝的张扎 萧也忽然一笑 说阴气重的人本就会吸引伤 况且这女孩常年体弱多病 这样一来 自然会引来伤的寂寓 她们会趁虚而入 附身在女孩身上 一听到附身这个词 张扎有些吃惊 她没想到 这种只在民间怪坛里 听过的东西真的存在 萧也健壮 索性就给她往昔了解释 说那伤本就是 人死后的一种秘密 在一开始 它们其实是没有尸体的 所以 这些伤才会借助人体 在附身之后 去完成一些更为具象的主题 就譬如害人性命之类 听到这里 张扎惊了 她不明白这些伤 为何要去害人 死了就死了呗 干啥还要为不死 萧也摇了摇头 她说并非人人都是生而良善 而死去的人也多有知名 而这些奋免和怨气 就是他们害人之一 所以 那些回到这个世界上的伤 大都是带着恶意 然而 伤意的人 他们也需要补充能量 需要进食物 而人的身上 恰好就有他们所需要的事物 所以 他们附在人的身上 也都会蚕食受害者的精气神 直至对方游进灯窟 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 因为他们还会去寻找新的目标 在得知这些后 张扎再一次担心起来 他想知道如何做 才能让这个女孩逃离魔掌 可萧也却笑着说 等天黑了 因为伤这种东西害怕阳光 一旦被置于阳光之下 他们很快就会湮灭 所以在白天 这些伤都会躲在暗处 直到晚上才会出来觅食 不过 虽然房间内有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但萧也也不想提前逼他出来 因为他想知道 这只伤为何会一直侵扰这个小姑娘 可是现在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总不能什么事也不做 看着张扎跃跃跃跃失的样子 萧也一愣 他这才想起 张扎这小子已经成了三哥的徒弟 换句话说 也算是个功能了 想到这里 他便吩咐张扎 去找一些阴气重的东西给他看看 因为那些物件也会吸引到烧 于是 张扎便干劲失足地开工了 可张扎一走 他就直接看向了挂在墙上的那张一招 就在这时 礼物的动静引起了萧也的注意 因为他看到那位妈妈正在拿着一块金灿灿的东西 在擦拭着女儿的胳膊 震惊之下 萧也赶忙走上前去 询问他在做些什么 那位妈妈一脸诧异 说自己在给女儿驱邪 这话听得萧也有些发懵 你这是在驱邪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下 反倒是让这位妈妈听不懂 难道他看不出来这是块金子吗 而萧也此刻已经正中 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发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水 在当时 他和大哥一起分析过那个男孩腹中的金块 甚至一度怀疑 这些金子就是三百年前的同行用来振写画上针 但这终究只是当时的一个猜测 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任何点击中 和商人之间的联系 难道说 这世上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伤秘法 想到这里 萧也忍不住问道 太太 你是从哪里听说 黄金是可以用来驱邪的 起料 那位妈妈一脸理所当然地说 他们那里一直都存在金子擦身 可以驱邪的这种说法 可是说着说着 他像是猛的醒悟一般 这小哥字字句句不离金子 恐怕是意有所指吧 于是 他赶忙说 只要他们能将女儿治好 这块金子就全当谢礼 听到这话 萧也顿时甘大 他赶忙连连摆手 解释说并非此意 可就在这时 堂屋忽然传来了老道的喝话声 原来 忙着干活的张诈一不小心 绊到了老道部下的墨斗县 这自然是隐的马天师 一只吹胡子瞪眼 张诈吓了一跳 呆站在原地一脸的不知所措 于是 道歉和打圆场的事情 就落到了萧也身上 可三哥这家伙就有些不地道 见到徒儿受欺 直接就心疼的一把搂住安慰起来 更气人的是 这俩家伙还跟没事人一样勾肩搭背 一人踩着几根磨斗线扬长而去 没办法 萧也连身子都不用转 直接就诱识道歉三连 看到这种情况 气急败坏的马天师实在没辙 只得恼怒地呵斥了几句 就又忙活去了 天还没黑 但屋外的树上却飞来了几只乌鸦 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哥的 而张诈仍就是仔仔细细地在房间里寻摸 此刻 他来到了厨房 可他刚一打开柜门 就感觉到有个黑影忽然一蹴而出 惊骇之下 他赶忙起身查看 却又什么也没发现 只不过 他却看到那位马天师正在卖力地晃着铃铛 嘴里振振有词 听起来倒是有些像是不知名的顺口溜 甚至 他好像还在里面有约听到了什么五连边之类的词语 听到这里 三哥一脸不屑地悄悄跟萧也试一说 这老道 不太喜 萧也笑了笑 他倒是无所谓 因为他能看出来 这个老道人还不错 也确实是用心在帮忙的 但奇怪的是 自从老道念了词后冤婚几个字 声音忽然就开始唱了起来 而此刻的张诈显然还一无所知 因为不知怎么的 他突然就犯了曾经的职业病 不自觉地就帮人修起了水龙头 等他醒悟过来时 那老道的铃铛声音已经开始乱七八糟起来 不然 他觉得身后有些不对 可才刚一转头 一不怪力就猛地袭来 张诈猝不及访 额头瞬间就被擦出了一道血盒 甚至连带着身子也被撞倒在里 当他挣扎着想要起身时 耳边就传来了咿呀呀的怪叫 他这才看到 那马天是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身前 还举着铃铛让他快滚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双大手突然出现 直接按住了老道的脑袋 刹那间蓝光大作 那老道挽如出电力当成真铲流 片刻后 就有一个骇人的黑影 从他身上逃了出去 在那一刻 张诈好像看到了那黑影一样 老道普通一声昏倒在里 而萧也还摆着一座 要唬人的姿势也欠语 难押 怎么没抓到呢 而张诈的那位便宜师傅 似乎有些生气 不知是因为徒儿受伤想要护短 还是在生气这只伤太过胆肥 天还没黑就赶出来 看来 这怨气可是不小啊 萧也笑着表示赞同 他关心地询问了一下张诈的伤势 在得知并无大碍之后 又问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你看到刚刚打你的人是谁了吗 张诈正正地点了点头 然后忍不住望向了那张 挂在墙上的相片 注意看 这位老道自称中南天师马德镇 为了帮一户人家驱鞋 他在房间里布下了墨斗线 还跳起了大神 然而还没等老道发威 他就被一位过世多年的老奶奶给制裁了 不过奇怪的是 老奶奶并没有折腾老道 反而是借着老道的身子 跑到了正在专心修水管的张诈面前 冷不丁地就给了他一下子 这还得了 坐镇一旁的宵夜当场就不干了 他直接抱住那老道的脑袋 一阵霹里啪啦之下 就将那老太太给逼了出来 事后 当宵夜问起张诈是否看清那个黑影的样子时 张诈就忍不住望向了那张挂在墙上的相片 这一看 大家就登师了 当然了 刚刚的响动自然引起了那位妈妈的嘴 但他走出来时 堂屋里早已风平浪静 对于刚才的事 宵夜之字未提 反倒是向那位妈妈打听起墙上的那张照片来 那位妈妈有些差异 但还是讲了出来 他说那是他的婆婆 也就是小卡的奶奶 一听这话 张诈几人顿时正逐 不应该呀 这老奶奶莫不是脑子有病 竟然对自己的孙女下黑手 看到众人怪异的脸色 那位妈妈有些难闻 问宵夜为何会问起这个 毕竟老人家已经过十多年了 宵夜不便明说 就岔开话题 转而打听起女人的丈夫来 听到这个 那位妈妈忽然沉默了小时 许久之后 他才一脸怨愤地说 那混账欠了一堆点 已经好多年没有回来 而婆婆 也就是被他气的 甚至是在婆婆的最后一刻 他都没有回来看上你 听到这里 几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 但他们却没注意到 那挂在堂屋的遗照 忽然浮上了电影 只见那原本黑白的照片上 老奶奶的眼睛忽然泛起狼光 甚至是连相框玻璃 都开始慢慢开裂 可就在这时 惊醒的老道忽然吓了他们一跳 此刻 老道摸着自己的脑袋 正正发呆 沉思片刻后 他忽然一脸严肃地看向众人 问他刚刚是不是被脏东西上身 听到这话 张诈三人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而老道却沉默 忽然 他一个喉窜跳了起来 异常暴怒的大哥一声 岂有此理 竟敢上我钟南天师的事 那么今天 老道定叫你魂飞魄散 随后 他直接扯开衣服 将咬破的手指在额头一抹 画出了一个大大的血幅 然后 眼熟的一幕就出现了 肖也看得直皱眉 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见过这玩意儿 而张诈的便宜师傅更是心之口 直接就断言这老道不是图好 很奇怪 随着老道手脚立入的满意姿势 屋外忽然想起了一声大力 刹那间 一股诡异的气氛开始蔓延 而那位妈妈 更是有些担心地望向了屋内的女儿 随着第二声炸的惊喜 众人惊骇发现 那老道的身后 固然窜出了好几只飞影 甚至有的还从周围的墙壁里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声 张诈惊呆了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让他忍不住想到了 曾经被一群怪物围打开门的场 想到这里 一股反胃的感觉已有 好在惊醒的张诈一把 捞住了自己的死 这一桩自然是引起了 萧野的担心 看到萧野的眼神 张诈心有惭愧 内疚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因为他感觉 这些伤或许就是自己引来的 起料 那萧野忽然笑了起来 而师父大人更是直接挑拥说 别自作多情了 这些家伙就是近来避雨的 不过 徒儿有奈 师父又怎会做事不理 他喊了一声声炸 然后就将那副铜钱面罩拎了出来 见到此 张诈顿时脸红了 他已经不在乎 师父老是喊错名字的事情 而是感动得无以复加 甚至还有些迟疑地问一句 真的要把这个宝贝给自己吗 然而 师父的下一句话却让他黑了眼 那就是面罩的租金 一次一把 见到两根这般模样 萧野突然释怀地笑我 可眼下并不是调侃打趣的时候 因为那些伤已经过来了 至于那个老刀 自然是再一次中招了 只见他咦咦咦咦的脸动着身子 喊着什么叛徒该死之类 这没开二度的云露 直接就把眼前几人整无语了 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 那老奶奶相框上逐渐密布地练了 可就在这时 礼物忽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只见小卡那丫头又一次骇人地飞了起来 甚至是连那位妈妈的身后 也出现了伤的影子 赶来着萧野二话没说 直接一掌劈了上去 差那间 那只伤的脑袋就被削成两半 而那位妈妈也昆倒在了地上 而后 萧野向着床上的几只伤打了个招呼 也没别的 他只是劝这些家伙重善奉行莫要做 说着他就开始掐起硬绝 手上引现雷霆之力 然而 还没等那些伤给出发 一旁却发生了病 而这一病 就连萧野也看得愣住 至于堂屋这边 可就干脆多了 看着出来的老道 张诈的师父直接就甩出了一个大招 于是 可怜的老道就旋转着身子飞了出去 虽然老道身法敏捷 愣是在一个藤岳下稳住了身心 但这并没提起师父大人的兴趣 反而还是一张诈仔细看着 俨然一副要现场教学的样子 此刻 老道再一次扑了上来 当然 他还是和之前一样甩出了一巴掌 只不过他却补充了一句 说用这样的方式 去对付负在人身上的伤势屁用都没得 他们的真正弱点 就是这里 说着他就抄起痒痒毛 朝着老道的太阳穴戳了过去 这一击果然渐行 那老道直接翻起白眼倒了下去 同时也有一只伤草 好着飘了出来 师父看也不看 直接甩手就是一批 当时把这只为非作胆的家伙就地震 而张诈也是被这一雷霆手段 震得一愣一愣 此刻 师父并未再次出手 而是冷冷地盯着房间里的其他黑影 不懈地说了一句 全都滚 于是眨眼之间 那些伤就全部跑得无影于尊 看着再一次恢复平静的房间 张诈的眼神中竟是对师父的纯败之色 然后 他们就来到了里屋 萧也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 而那位妈妈也醒了过来 此刻正在呼喊着小卡的名字 看着女儿脸上渐渐出现了血色 妈妈心中有些激动 张诈疑惑问道 他怎么样了 萧也咧嘴一笑 说问题不大 话音刚落 那女孩忽然就睁开了眼睛 还开口喊了声妈妈 看到这一幕 张诈也不由得开心起来 不过 那女孩醒来后忽然说自己梦到了奶奶 听到这话 张诈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因为只有他们知道 这女娃娃被上身一世 恐怕和她的奶奶有脱不开的干系 然而 那女孩忽然笑着说 我梦到奶奶来救我了 这话一出 张诈顿时就愣住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是小卡的奶奶一直在侵扰她吗 其实在先前 就连萧爷也是这样想的 但直到她呵斥那几只伤的时候才发现 那女孩的奶奶真正做了什么 在那一刻 她似乎是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伤只是一种意念 而意念一分善恶 毕竟 他们曾经也都是人 这些伤 带着各种各样的意念归来 或许是思念 也或许是为了守护 而有的也只是想回来再看一眼 这个曾经生活过的事情 但无一例外 他们都绕不开一道门 那就是 伤人 所以从那时起 萧爷就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那就是作为主 不能只是单纯的以消灭伤和伤人为目的 而是应该维系平衡 也就是欲恶成见 欲善奉存 也正如在这次出门前 大哥问起的那句话 问他打算怎么处理张诈的事情 当时 他没有正面为答 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那就是他每次孤身一人待在那个房间时 总能听到罐子里发出的悲鸣 所以他觉得 储屋的使命或许并非如此 而是去找到一个让伤人恢复成正常人的办法 因此 这个能从伤人状态恢复如常的张诈 就给了他一个找到答案的机会 听到这里 张诈有些感动 因为 他看到了希望 可是 他又忽然觉得不对 屋子里这么多人 那老奶奶为何偏偏要袭击自己 萧也文言一笑 这你还不明白 因为你是伤人了 他害怕你是来伤害他孙女的 这话 倒是给张诈整了一个大大的尴尬 随后 萧也将一个纸签递给了小卡的妈妈 说这是一些养生补气的中药方子 用这些调理一下 小卡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当然了 还不止如此 他们还要彻底解决掉这里的隐患 三哥顿时一会 直接一掌按在了墙壁之上 差一见 一股雷霆之力 直接就将整栋小楼裹了起来 甚至还延伸到了周边的院子 如此一来 这里就再也不会遭受脏东西的清洗了 当然了 张诈啥也没看到 还以为师父大人在屋子耍帅呢 不过是一解决 也是该离开的时候 小卡妈妈感激不已地 递给了萧也几张大红票子 但这却被萧也婉拒了 毕竟 这一趟他们也不算白来 因为那老道 好像抱了一地的装备 而张诈此刻 正在和师父商量着该拿哪一件好 对此 师父给出的建议就是 全部拿走一个不留 萧也有些无语 赶忙招呼他们准备出发 因为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黄白村 当然了 也不知道萧也是不是故意说得那么大声 在小卡妈妈听到这个名字后 忽然就挣住了 她一脸的难以置信 询问他们要去的地方 真的叫黄白村 于是 萧也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她笑着确认黄白村的名字后 萧卡妈妈颤抖着声音劝道 你们最好不要去 因为 他们一家就是从那个村子里逃出来的 在了解到这种隐情之后 萧也赶忙就给公灵打去了电话 而此刻的公灵 正好就站在暗处 盯着村里众人的一举一动 因为她发现 这村子里确实存在很多古怪之处 所以在收到萧也的情报后 她就准备先行撤离 然而 她才刚一转身 树林里就传来了沙沙的声音 黄白村 终究还是来了 虽然小卡的妈妈发自内心忠告 让三位千万莫要前往这个村子 但他们却不得不来 因为这个村子 可能藏有将商人变回正常人的办法 而这 也是最令张扎上心的地方 然而 独死荒屁的小村子 怎么看都是一副萧条的样子 难道真的会有这种办法吗 萧也不确定 但又有些肯定 因为 她看到了远处的那个高高的摩天楼 这么一看 此地距离那个废弃的游乐园并 而且还是三百年前同门埋葬那个男孩的地方 想到这里 萧也开始无比相信自己的直觉 那么现在 就先逛逛看吧 只不过 现在有个问题 那就是有人掉队了 萧也望着在车里呼噜震天的三哥一脸无奈 更是美好气地大喊了几声老爸 然而车内之人憨声依旧 根本就没有理他 深谙三哥脾性的萧也灵机一动 当即就自言自语道 哎呀 看来是睡着了呀 不过呀 听说这黄白村可是有金矿的 这样 张诈 你去后备箱拿把铁锹吧 于是在下一刻 张诈还没来得及魔动脚 就看到师父大人已经扛着铁锹闪到了他们前面 甚至在路上 他还不经意地打击几斤子的价格来 我就在这时 从公路上忽然翻下来一个黑夜 还嗷嗷叫着让三人站住 他们定睛一看 才发现来人竟是那个老郎 可这老郎一到劲前就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 还满头大汗的祈求众人将他带上 这是什么情况 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几人看得有些那般 这老郎莫非是疯了 看到三人无动于衷 老郎哀叹一声就开始自曝身份 他说自己并非是什么忠男天师 那纯纯是自封的虚名 因为混这一行 没有名号就没有人愿意请他 所以他才不得以行此匡骗之举 而今天白天 他也确实瞧出来那户人家藏有脏东西 所以 他也就打算帮人屈息 顺便赚点生活费来填下两天未曾进食的肚子 可他哪曾想到自己不仅记不如伤 还反倒被那脏东西上了身 所以 说来还是怪自己天资愚钝 从小就败入师门却苦不开窍 最终又被师父劝下了山 不死心的他又四处求许 反而被一帮坑蒙拐骗的家伙 当成酒菜割了一茶又一茶 所幸 他在这垂暮之年的今天 终于见到了真正的高人 他清楚记得 眼前三人不仅就下了那个小女孩 还将屋子的脏东西全部赶走 甚至还一次又一次的将他这个不成器的老道 从脏东西手中救出 所以在那一刻 他就已然下定了决心 说到这里 老道抬头看着站在中间的张扎 然后直接就开始抱起了大头 他说的声味俱响 只希望几人能将他捎带上 因为他真的只是单纯的想学点本事 去帮一下那些苦难中人 萧野并未正面回答 而是笑问老道是如何知道他们在这里 闻言 老道叹了口气 说自己是一路跑过来的 这话一出 萧野直接就瞪大了眼珠子 五十多公里啊 这老道两天没吃饭还能这么一路跑过来 真是有点动气 与萧野的震惊不同的是 老八反而是一脸的严重 沉思片刻后 他忽然开口 问起老道的名字来 老道一听 下意识地就开始自我介绍 说在下哪中瞒天师 啊不不不 我叫马德镇 起料 老八也并不在意老道几乎已成惯性的嘴巴 只是平平淡淡地说了一个好字 可在下一刻 他就一把搂过老道的肩膀 说从今天起 这马天闯就是他的徒弟 老道顿时拢了 马天闯 谁啊 好在机灵的张扎悄悄道死他 就是说你呢 马德镇一听灯是恍然大悟 当即就躬身行礼 当然了 这拜师之礼也必不可舍 老八当即就将手中的铁锹赐给了马老道 随后 一行四人便朝着黄白村走了过去 在张扎的介绍下 他才知道戴眼镜的这位帅哥是他们的师叔 名叫萧衍 而师父大人自然不忽忘记搭起 说张扎就是老道的那扎师兄 听到这个 张扎也懒得纠正名字 而是一脸不好意思地告诉老道 说自己也才来不久 其实 严格来算的话 两人的拜师时间还是在同一天 可是聊着聊着 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收了声 因为四周的环境安静地可怕 村子里大多数房子都是黑漆漆一片 显然是无人居住了 倒是一处路灯旁的大树下 坐着几个正在乘凉的自由职业者 于是 一出好气就上眼了 萧衍带头问名 说他们是外地游客 因为两位朋友晕车晕得厉害 无奈之下才来到了这里 想问下村里是否有药店之类 起料 那几人愣是一言不发 只是连连摆手 看来这里并无药店 萧衍并不器皿 又问其极 这村子里是否有民宿或是旅馆之类 能方便他们过个夜的 这下 那几人就有去不耐心 不仅冷冰冰地说了个没有 还指着眼前哭荡荡的小楼 说村子将要拆掉 这里的人也差不多都走了 如今就只剩下了一些孤寡老人 听到这话 原本还在装病的张扎和马老道 瞬间心醒了过来 他们和萧衍一样 心中都是充满了疑问 难道 村长就没打算帮衬一下这些老人吗 可没想到他这话一问 几个村民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们二话没受启示救 显然是不想再多说什么 这么一看 这黄白村和小卡妈妈说的一样 果然有着不小的问题 而萧衍也想到了那个黑老大曾经说的 那棺材是这里的村长卖品牌 所以 萧衍就很想知道 现在的村长还卖不卖棺材 既然村民们不愿当忙 那就只能凭着各位的感觉 去将村长的家找出来 然而 他们刚准备深入村 张诈就察觉到有些不对 猛一回头他才发现 在一处黑漆漆的楼下 正站着一个矿工模样 惊态之下 他赶忙拍了拍萧衍的肩膀 但其实 那个矿工萧衍早就注意到了 并且他还知道 那是一只伤 一直跟了他们好几分钟的伤 听到这个 张诈有些迟疑地问道 他跟着我们是想要做什么吗 起料 萧衍竟然调笑着说 我不知道啊 要不 你去问问他 张诈当时就被吓了一条 去和这东西搭枪 他可不敢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那个矿工忽然胳膊一抬 指了一个方向 这一举动让几人莫得一愣 难道这支伤在给他们凝露吗 随着矿工所指的方向 他们看到了一座小矮山 和一个小院子 还在众人诧异之际 那名矿工忽然转身 朝着所指的方向走去 显然就是一副带瑞之事 可他只走了两度 忽然就虚化消失了 接着 张诈他们就看到了几个人 从黑暗中走出 看样子是在搬个什么东西 带头的是一个光头大叔 瞧着那肥头大耳的模样 定然是小有权势 于是 萧爷就向他们打了声招 可就在这时 几名搬东西的村民 朝那光头喊了一句村长 说什么最后一项搬完了之类 这下萧爷可是听清楚了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在将村民支走之后 光头村长才回头 打量着眼前几人 问他们打算问些什么 萧爷再次确认了 眼前人村长的身份后 便打算问下心中的那个疑惑 可还没等他开口 那村长的面色就变了 他直勾勾的盯着萧爷 身后一脸的震惊 见此一幕 萧爷他们当时就觉得不容易 因为地上已经出现了 一个恐怖的黑影 害你之下 他们转身一看 这才发现身后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家伙 瞧着这等身高 张扎心里就猛的有了一个疑问 这家伙长这么高 就没考虑去打个栏丛了 好在 这名巨人一言不发 只是扒拉开几人后就走不过去 没想到 他竟然是这名村长的栏丛 而那光头村长则是一点轻松地看来看去 担心儿子在这非灯瞎火中遇到什么危险 突然 他看到了儿子胳膊肘上的一大片血迹 顿时就惊叫了起来 起料 他的儿子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不是自己的血 不过儿子一回来 那村长也就懒得搭理面前几人了 而是转身就拽着儿子让他回屋 可是 纵使方才一幕很是怪异 但却仍旧是让萧爷二人有了心理阴影 因为刚才他们都没察觉到 这大个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身后的 正在这时 老道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他转身盯着眼前的小山和山下的房屋 皱眉说了句不太对劲 萧爷闻言有些好奇 想要看看老道究竟发现了什么 而老道仍旧是在默默出神 说眼前的房子有大问题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fi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死记山村 古怪村民 幽灵指路 恐怖巨人 接连遭遇的离弃事件 让眼前的黄白村显得越发神秘 而通过小塔妈妈提供的线索 可以得知 黄白村之名正是来自村后的一座小山 黄白山 自古以来 这黄白山中就有金矿 但这却并非诡异言 而真正让他觉得有问题的 就是村长的房子 因为那房子 就直挺挺地建在山脚之下 所以此刻 马老道在瞧见这里的布局之后 忍不住就忘了 按照常理人说 房子绝不应该修在这里 哪怕是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这样 因此 他已经笃定村长的房子带有问题 听到这话 肖也好奇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老道回头解释 说从风水上来说 山管人丁水管才 而前有明堂后有山的意思 就是房后之山意为靠山 能避风俱弃 保家门兴旺 因此 一般的房子都是选择被山而建 而他之所以说村长的房子有问题 就是因为眼前的房子 选择的是将正门直接对山 所谓开门建山事为主 必会导致生气不准 邪气难泄 而这 也是风水论中的大忌之事 说到这里 老道再一次看了一眼面前的房屋 然后又指着屋前的小山树 此山山顶生树 四面环壁 且山体多有牙洞是窟 这就意味着山气藏不住 只是空有山形 而这种情况 就会导致阴气积聚 进而生煞 再加上这座山斗腐高速 补少石多 见灵巡粗毫无嗅情 所以 在风水论中 也将这座山称之为 贪狼 听到这番讲述 萧也忍不住感叹道 好凶啊 而老八可就没管那么多 他直言这是封建迷信 一听到是师父大人的点评 老道灯石弯腰捆向 解释说这是传统文化 可张扎这边却突然出了审 众人压抑之下 微薄张望 却是什么也没看到 不过随着他们的接近 这才发现 在山脚之下 竟然矗立着一尊神像 神像手中有一试白 上书飞升成仙四个大字 可他们低头一看 却发现下方的石碑上 写着的是 清代神医郑青珍的秦善之族 只是这神医的名字 好像没怎么听过呀 老八的脑袋路着实清晰 他像是看到宝贝一般论了一句 这玩意会不会跟着村子 一起被拆掉 老道有些废走 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估计不问 可他师父的下一问 直接又管理会打 难道你认识这个正神医 老道一听赶忙摇头 开玩笑 百年前的人 自己怎么可能认识 只不过他很好奇 一个医生而已 为何会被村民诉成仙人表 对于这一点 没有人能看得明白 正在这时 萧野的电话忽然响了 不用想 他的电话基本就是惯例打来的 然而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却让他心中一惊 因为大哥竟然问他 公灵是不是和他们在一起 一听这话 萧野就按道要遭 他清晰记得 当时自己将情报告知公灵后 他就说过准备返回 还顺便把黄白村的定位 发了过来 这么看来 当时公灵应该 并没遇到什么危险 可为什么直到现在 他都还没有回到冠里呢 大叔听后沉默了片刻 嘱咐了一句 你们小心一点 然后便挂了电话 萧野的面色冷峻了下来 而天也在此时下起了小雨 他一遍又一遍地拨打了 公灵的电话 可里面永远都重复着那句无法见 所以 他想到了先前遇到的那个大个子 和那副染血的面具 他还清晰地记得 那大个子说了一句 不是自己的血 若不是他的血 又会是谁的呢 想到这里 萧野心中有些不安 他当即就向山上走去 说要去看一看情况 同时还告诉众人 在此地不要走走 等他回来 然而 萧野才刚刚离开 村长房子那里就有了动静 只见那大个子突然走了出来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 而光头村长也是一点 不愿地跟了住 显然是要一捧前去 这种情况自然是被张诈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但他不知道 师父大人此刻已经有了一个胆大的计划 既然村长父子已经出门 那是不是意味着 此刻的屋内已经不无一人了 想到这 他二话没说就喊了一声走 于是 几人就开始翻起了墙头 张诈一脸的担心 这么干不就等于是在犯法了吗 其量 师父大人是一脸不赞 说低调一些不被人发现就行了 可张诈担心的远不止这些 因为他们这么一走 萧野回来找不到人可咋办 哪曾想师父根本就没考虑这 因为他知道 在找人这方面 萧野可是最为擅长 不过 当他们成功翻入院内之时 却又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因为他们面前 还矗立着第二面墙 好在 这第二面墙并未关门 老到一马当先 好着几个别角的英文 就带着大家冲了过去 不出所料 屋内黑漆漆一片 应该是没有人的 老八也没管那么多 直接就准备往屋里钻 张诈顿时被吓了一条 他匆忙喊住了师父 因为他想搞明白 大家就这么闯入 村长屋子的目的是什么 听到这话 老八猛地皱起了眉 因为他想到了 之前那个大格子 神不知鬼不觉 不然出现在 他们身后的情景 所以此刻 他想弄明白一件事情 然而 他刚准备推门 又被老到给突然喊停了 那心里就那了门 这俩徒弟咋就这么不省心 只见老到直勾勾地 看着身后的院内 然后忽然跑了回去 这一幕看得老八不明所 疑惑地喊了句 马骑马 你在干什么 可老到却没有理他 也就是这一看 老到当时就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像是发现什么 极为可怕的事情一样 哆嗦着跌倒在地 这诡异一幕让两人不由一己 他们赶忙跑过去 可老到却忽然坐了起来 一脸阴沉地讲出了他的发现 因为 他已经知道 村长的房子为何要建在这里 先前 他们已经看到 村长的房子有两个围墙 若是加上房门 就等于有了三道门 而这 在风水论中 极为三重门 一重门 极为见天 二重门 乃是见山 则是见仙 所以 这房子的主人是想成仙 此刻 萧野仍旧是一遍一遍 拨打着公灵的电话 他希望能在山上 找到公灵的足迹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断裂的树干 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那一旁 还有一些四处溅落的血迹 他面色阴郁地蹲下身子 擦了一点血迹 放在鼻尖纹了纹 在那一刻 他的心中无比坦克 因为他知道 在白天时 自己还因为公灵没有休息多久 而劝他不要行动 在当时 公灵也说了只是收集情报 他才稍稍安心 可现在的情况 已经让他开始 无比后悔白天的决定 所以 他只能默默祈祷 公灵不要出事 可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此刻 一股幽光正在缓缓靠近 他没有回头 但却知道是谁来了 于是他转头就问 你见过公灵吗 那名矿工模样的伤 仍旧是一言不发 默默地抬手 给他指了个方向 今天只是张诈拜师的第一天 可他没想到就在当晚 师父就带着他和新收的师弟 开始夜闯明宅了 所以 这究竟是师德败坏 还是木无王法吗 不过 师父之所以会生出这个想法 主要还是看准了时机 那就是此刻的村长家里空无一人 而且他的心里 还有一个憋了许久的疑问 可他没想到的是 当他带着两位徒弟 流进了堂屋后 却发现 诺大的房间里 竟然空无一物 怎么会是这种情况 看到此木的张诈 也是有些不紧 只不过此时 他并不在乎 房间里面有过 而是更在乎师父一言不发 就闯入民宅的木 奇妙 师父并未回答 而是将那痒痒脑点在了眉心 看那样子似乎是在感知什么 只跟师父的双目走然一亮 似乎是发动了什么密码 片刻后 他才告诉张诈此情的木 那就是他想知道 那个大个子究竟是什么 张诈文言一惊 因为师父的这句话里 没有提到人这个字 可就在这时 马老荡忽然赶得过来 他火急火燎地让师父跟上 说自己有了特别的发现 因为在先前 他就已经推测出来 村长修建的这所房屋 是为了呈现 既然如此 那这房子中并有玄机 所以 他仔细地搜查了每一个角落 不出所料 还真让他找到了古怪之处 逆袭门来到了一处 原本是锁着的房间 而里面却有一个向下的台阶 张诈向里看去 却只能看到一片黑暗 看来 这是个很深的地方 老道补充说 这个地道原本是被旁边的 两块石斑封住 他还试着掂量了一下 却发现石板其重物 恐怕得用吊车才能抬动 因此他便断掉 这房屋的玄机就藏在这地道之中 既然如此 那便探上一探 听到这里 师傅大人当即带头走了进去 老道装备齐全 还随身带有手电 这样也总算不用摸黑探路 地道很长 还隐隐有水滴落下来 然而 即便师傅和马老道一直就在身边 张诈却依然感觉到愈发浓烈的海 他开始忍不住发动 甚至是连牙齿都开始打颤 张诈有些纳闷 因为即便是紧张害怕 自己也不至于表现得这么明显 更奇怪的是 在这些情绪之中 他还感觉到了一丝兴奋 师傅大人并没在意这些 而是在一次用痒痒挠戳了一下眉心 然后就吩咐两位徒弟跟好自己 且无论遇到任何状况 都一定要听他指挥 随后 他便一马当先 向着地道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 张诈忽然想起萧也说的那句话 那就是他相信储物的直觉 那么 自己刚刚的那股一样感觉 难道也是伤人的直觉吗 又或者是 对于即将找到让自己恢复成 常人方式的激动 不过 这些情绪终究只是心存侥幸的一下 倒不如先了解下眼前的这条地道 老道文言估摸了一下 觉得这条地道通向的应该就是 黄白山的方向 张诈听了有些震惊 可师傅却忽然说了声对 因为 他们的面前已经出现了一条铁轨 如此一看 这条地道可能就是以前的矿井隧道 估计是村长为了秘密运输黄金 才偷偷将矿道连通了自己的房子 三人边说边走 忽然就被眼前一目惊住了 因为他们眼前正处立着一座巨大的牌坊 这东西一出 连老道也不淡定了 虽然他读了不少书 可也压根没见过这种玩意 就在这时 老道忽然又惊叫起来 他指着前方向师傅大喊 让他们赶快过来 因为这里有一条向上的台阶 师傅盯着上方的黑暗 悄悄催动了密法 下一刻 他便笃定地说 在上面 这话听得张诈有些莫名其妙 师傅老是说话说一半 非得把人挤死 可他才刚刚发问 就感觉到脚下有些异样 追头一看 才发现不知何时 脚下竟然出现了一滩水迹 奇怪了 方才还好好的地面 怎么突然就有水了吗 就在他们愣神之间 那台阶方向忽然传来了 轰隆隆的响声 而在下一刻 就见到奔奔了密水兄弟 惊骇之际 师傅感冒大喊 让他们快跑 然而他们还没跑紧 就被洪水追了上来 情势危急 三人顾步地愣 只得顺着水流脉力给游了起来 师傅的痒痒挠够长 所以在乱中 他一把抓住了一旁的尸顶 一吻下身形 他就开始大喊两个独立的 可之前不同 这一次他喊的灵子无比准确 正在此时 老道顺着水流被冲了过来 师傅见状直接一把拽转 甚至为了腾出手 便有痒痒挠被冲飞了出去 而张诈此刻就不容乐观了 他已经沉入了水中 望着头上暗淡的光亮 他感觉那就是一道天前 他努力地挣扎着向上游去 可那距离却似乎越拉越远 也就在同时 他好像看到了 自己曾经的亲人和朋友 差那间的情绪波动 顿时就让他灌了一嘴的水 也再也换不上第二口气 然而 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大手 忽然拉了他一把 借着这鼓励 张诈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可他回头望去 却发现四周仍是汹涌的洪水 根本就没有旁人的影子 莫非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没想明白的 他只能努力游向前摊 准备歇一口气 但他在此时 忽然想到了 自己的师父和马姥姥 张诈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赶忙回头张望 却是一个人的影子都看不到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浮在一旁的红色墓水 那正是师父的贴身之物 平日里都不曾离水 在那一刻 张诈慌乱 一滴来的力量忽然忍 他直接奋不顾身地 再次潜入了水中 好在没多久 他就看到了师父的影子 看那样子 师父是已经溺水了 张诈想也没想 直接就一把拽住师父的胳膊 将他捞出了水 直到将师父拖到安全地带 他才发觉自己竟然有些脱力 可是 师父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算不上是成功救出 张诈呼喊了几声后 发现师父仍旧是一动一动 焦急之下 他赶忙附身去感受了下师父的心 然后立马就开始 按压起师父的胸腔来 不知是否是自己过于紧张 张诈没有听到师父的心脏 所以在那一刻 他的心是绝望的 他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人 因自己而死 更何况 眼前之人还是明知道他是灾心的情况下 还执意收他为毒的好事 张诈已经在心里祈求了不下一万 只希望师父不要死去 于是就在下一刻 一股水剑就刺进了他的眼睛 太好了 师父有反应了 可还不懂他悸动 就见师父白了太阳 还没好气地说 心脏是在左边 但此时的张诈哪里在乎这些 因为师父没事就是万行 想到这他还开心地猛按了几下 横得师父直咧嘴 可就在这时 身后不然传来了熟悉的声 让张诈不用担心 张诈猛一回头 就看到萧野坐在不远处 地旁还有自己的师弟马老啊 只见萧野笑着说 我们是你刻不死的人 可张诈静缝入味 颤抖着声音喊萧野的鼻子 似乎是看到了七人那边 可惜他又不懂得几个煽情 只好向萧野许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 萧野笑而不明 还手指了指张诈生日 说有人给他带路 张诈回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的后面 竟然站着一名旷工 他想起来了 这名旷工 正是先前想给他们 带路的那只烧 可是 他为什么要带萧野来这里 还不等张诈问萌 惊醒的老道 忽然大呼小叫起来 因为他发现 自己眼睛不远处 竟然有只脚 不 确切来说 应该是只皮靴 这一发现 让几人不由地严肃起来 他们不约而同地 想起了小卡妈妈 曾经讲过的事故 他说大概在十年前 黄白村的矿井 发生了一场事故 当时 矿井被地下水倒灌 淹死了很多矿工 而村长却用钱买通了关系 将这件事压了下来 他不仅让 遇难矿工的家属封了口 还威逼利诱 其他矿工继续下井 也就是那时候 小卡妈妈一家人 才从村里套出 据他所知 至今那些遇难矿工的尸体 都还没被找到 而现在 摆在张诈四人眼前的 却是数十句孤孤一海 他们沉默 似乎是在为这些死者挨打 张诈忘了忘身后 翻语的地下水 心里有了个不好的猜想 而萧野也在此刻 矿洞突发的地下水 倒灌行进 竟和十年前的那场事件 如出一车 这种诡异的情况 让人不难猜到 定是有人在暗中捕鬼 不过 这次张诈他们能得以幸福 还多亏了这位一直 在帮他们默默指路的伤 或许这也是 他某种执念的趋势 希望自己和遇难兄弟们的尸骨 有朝一日能够得见天日 能够沉渊得雪 但他没想到 这一坚持便是十年 而现在 他能留存在世上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看着面前的几十具事故 众人心中像是 被压上了一块巨石 就连原本惊慌不已的姥姥 也都怒不可 直言村长罪孽深重 只是 如果真是村长放的水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平白淹死这么多矿工的 意义不在 张诈越想越是气费 且不说村长手上 有这么多条人力 但就现在想把他们 也淹死在矿洞的行为 就最无可说 所以 张诈当即就嚷嚷着 要出去报警 希望将罪人绳之以法 老道一听大点气头 坚定地说了一个字 中 看着两个徒弟斗志昂扬 老八也懒得去打搅他们 转头便问起 萧也先前去山里做了什么 萧也没有隐瞒 将心中的担忧讲了出来 因为公灵 莫名失踪了 在听到这话的那一刻 老八的瞳孔猛难一锁 可转瞬间 就又归附了以往的男子 他举着痒痒毛 给萧也做了一通 那就是山里没信号 或是手机没电 甚至 也可能是正在飙车 不方便接电话 说到这里 他有些迟疑地描了萧也意 补充了最后一通 也可能 就是单纯地不想接你电话 不过说完这个 他马上就又变得一本正经 说没必要胡思乱想 毕竟 他可是公灵 是咱们的离村惯运警 也确实 这个理由没办法反 萧也略一成语 瞬间就一脸开心地摆出 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这也让老八看得颇为满意 可喜悦之时 总会有人扰人兴致 只见张扎一脸惊慌之色 大呼除恶计划的扩产 无他 只是因为他们被困在矿洞之中 无法出去了 至于从水里游回去的事情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难道 要从上面爬出去吗 其料 萧也却一脸笑意地说 他们还不能走 因为在出去之前 他们还得把这座山给弄清楚 瞧着萧也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 好像逃出矿洞 对他来说只是小菜用 说到这里 萧也不然回过头 问老八是否已经感应到了一些东西 其实感应这事 老八正没怎么办过 他朝河的对岸意志 说他感应到的东西就在前方 而且 原先他们看到的那条向上的石碑 也是通向死处 只是 他们面前可是山坑 该如何过去呢 老八拖着下巴嘟囔了一句 莫非得喊多外卖 得送点代响呢 可正在他们沉思之时 一旁的老道又开始大呼小叫起来 原来 他找到了自己一直背着的那个长短板 此屋先前他一直是用布包裹着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背了一把玄重痴 如今解开一看 才发现里面竟然是五把铲状工具 老道还一脸自豪地介绍 说他曾经接触过一些摸金之术 而这也是他用来搬山的趁手兵器 听到这话 肖也和老八不约而同地皱起了那头 又在下一刻 他们就和张扎一起 变成了老道的拉拉队 只见老道化身成了一台人形顿购机 不一会儿就将面前的山壁凿出了个大窟窿 眼前是成片的钟乳石 像是一片空旷的天然人物 而老八显然没空领了这些 他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他们的感应二字和他小渣渣筹犯 感应不是玄幻小说里才有的东西 可你们是咋回事 看着再一次变成了好奇宝宝的小渣渣 肖也笑了 他解释说 他们的感应主要是在感应商会 这下张扎更帮了 商会 晃动里还藏有这种东西吗 当然 肖也并不知道张扎的理解除了偏差 而是自顾自地解释着 他说这商会 就是商货者商人独有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 商的意念越强 商会就会越浓烈 只可惜 纵使商会再强 所以哪怕是附身在人的身上 商也不敢再白天出来 就像是刚刚为他们带路的那位矿工 其商会已经非常薄弱 激进虚无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 肖也曾说他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商一旦没有了商货 就会彻底消失 而储物就是根据商会 来感觉商和商人的存在 听到这番解释 张扎总分是有点半吃半解 但他没想到 就连自己也会有商会 随后 他从肖也的口中 明白了商人的商会来自何处 那就是每当商人 在向外界释放商的同时 也会产生大量商会 而在商变之时 产生的商会数量可就更加恐怖了 所以这些 也就是商人极其危险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 肖也忽然面色一沉 他说在这黄白山深处 就有一个地方存在着极其浓烈的商会 正在这时 老八忽然伸手一拦 示意众人惊生之物 因为在他面前不远处 有个正在挖矿的人 这一幕顿时吓了几人一天 他们赶忙躲得起来远远 张扎有些迟疑的问问 这是先前那个给我们带路的商骂 这些不善 而老八此刻就很大的 只见他悄悄摸到了那个背影 后抓起痒痒挠 就给那矿工拍了拍肩吧 所料 那矿工忽然就像是失去意识一般 直挺挺倒在了地上 直到此时 他们才发现 这矿工只是一具死尸 若所料不错 定然也是十年前遇难的那批矿工之一 可是 死尸怎么会移动呢 而且 还能如此十年如一日地重复这挖矿的工作 这着实让人费紧 不过 肖也忽然蹲了下去 直接伸手扒开了死尸的头发 死尸的太阳穴中 真的有一个金灿灿的东西 他也没想到 会有人将黄金嵌在死尸的太阳穴中 肖也一脸元素地站起身 将金块抛给了老八 因为里面 存在着一股特殊的伴战 老八稍一感知就惊得瞪大了双眼 这里面怎么会有伤会 对此 肖也也不知道 其实早在之前安葬那个伤人男孩时 他们就发现了同样的惊喜 在当时 他们还以为这些伤会可能是因为长期和伤接触 导致遭到了轻软 可如今一看 这个猜测好像又变得有些不太准确了 难道说 是黄金之中本来就存在伤会吗 这个猜测一出 小乍乍再一次惊得瞪大了双眼 怎么回事 先前不是才说过 伤会只存在于伤或者伤人体内吗 黄金怎么可能自带伤会 难道说是有人故意注入进去的 这个无心的发文一出 肖也猛然一惊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而老八听后 也是罕见地斥责了一句 别瞎说 因为他觉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几人向死者莫哀骗过后 便继续向山洞内走去 可当一走出洞口 他们就被眼前的一路震出 他们没想到 还有更多的矿工死尸 在此地夜以几日 众人的面色阴沉了起来 无论是什么人或什么身份 犯下如此恶行 你是百死难受 老八生气了 他怒声发问 他妈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声质问在空旷的溶洞内危险 但可惜听到的人除了身边几人 就剩下眼前的这些落难者了 或许 老八问的不只是事件的幕后主使 更是问得现今的这个世道 此刻 那股感应越发强烈 或许黄白山的答案就在前方 不知走的 老八忽然咳嗽了起来 引得张诈一阵担心 而对于这两个新收的徒弟 老八也是正中高级 让他们跟紧自己 还说一会儿一旦遇到突发状况 什么也别管 先跑就是 听到这话 张诈心有不安 却也没在出声 没多久 他们就跟着矿工们来到了一处 散发着蓝光的地洞前 老八此刻 已经心的话都说不利索 因为他们面前 正是一个巨大的丹炉 丹炉是被铁链悬在水面之上 而那丹炉下方 正跳动着一团幽蓝的火面 他们没想到 老到之前 根据风水论推测的内容 竟然是真的 竟然真的有人想要借此呈现 就在他们愣神之时 水面忽然荡起了微微的波纹 紧接着 张诈便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那声音似乎很是焦急 不停地让张诈快走 而张诈也是听得毛骨悚然 他左看右看都没发现 究竟是谁在对自己说话 可那声音 却又是一直在耳畔萦绕徘徊 而上一次和他这么说话的 好像就是鹰宅里的那个小男孩 这个偏僻的矿洞盛产黄金 可工人却都是死去了 十年之久的干尸 更离谱的是 在矿洞深处 竟有一个掉在黑水上的巨大丹炉 炉下的幽兰火苗 还是飘在水面上 这一幕让见多识广的 马老道一拍大腿 说果然不出所调 如今矿洞之内发现丹炉 再加上村长房子的诡异布局 就证明了此地 有人想要呈现的推论是正确 可即便他说得在口落悬俗 一旁的张诈愣是半个字都没引进去 因为此刻 正有一个悠悠的声音在他耳排音 让他赶快离开这里 而他这出神的一幕 自然是引起了旁人的嘴 在萧衍喊了一声后 张诈才恍然回过审来 在那一刻 他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所以也就没有名说 而老道这边仍旧是滔滔不绝讲个没完 话中颇有古语 像是在背诵一些有年代的文言文 可这一通知乎者也下来 在场之人竟然都没听懂 而他师父更是气急败坏的张口就训 给我说人话 这一下 马德镇登实俗 胆忙就将方才的长篇大论 总结为了两个字 炼丹 这下 老爸郁闷了 说了半天 你就个这个这了 谁看不出来这是炼丹呢 老道自知领规 面对师父的训斥 自是功身低谱本事之子 当然 这个闹剧并未提起宵野的兴趣 他反而是默默地出了声 因为早期听到黄白村这个名字时 大哥就告诉他 黄白之树 就是树式炼丹化作金银的粉树 难道说 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吗 和老道的嘴巴显然是闲不下的 他盯着池中的丹炉 大呼怪哉 因为无论是村长的房子 还是这矿洞里的丹炉 都是反着风水 黄白山本就是一座极其凶煞的贪狼风 再加上山势空险 真气不存 反倒成了巨鹰极煞的凶险之地 这样的做法 真的是为了炼制仙丹吗 听到这里 张扎再次看向了那个跳动的蓝色火炮 这团火焰究竟是怎么回事 竟能漂浮在黑水之上 难道说 这黑色的水是石油吗 说到这里 他赶忙住了 因为他想到一个可怕的东西 那就是石油 会滋生一些贪婪的乳酷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忍不住将手伸出去 想要沾点黑水来研究一下 可这却直接被老八的养养毛一把 毕竟 黑水乃未知之物 又怎可让徒儿贸然泛起 而萧爷也补充说 这黑水之中存在着极其浓郁的商会 可他说完这句话后 那老道忽然面色一变 直接就开始咳嗽起来 甚至还越咳越来劲 作为师兄的张扎当仁不让 赶忙跑过去续寒问暖 老道扶着额头 说自己刚进这片区域时 就感觉到喘不上气 如今更是头痛欲裂 听到这里 萧爷的心中就有了数 他说这是商会产生的不良影响 让张扎先把老道扶到后面休息一回 看着两人的背影 老八忽然有些好奇 这牛扎似乎没有受到商会的影响 萧爷懒得纠正名字的事情 而是有些无奈地说 张扎本来就是商人 何来被影响力说 不过他却给老八提了个心 让他多留意一下张扎 因为在刚刚 张扎的眼睛是蓝色的 而蓝色意味着什么 身为储物的他们都心智肚明 所以现在 他们只能静腻地盯着张扎 避免这家伙突然伤变 随后 萧爷便撸起了锈管子 朝着那池黑水探去 在接触水面的一瞬间 他动用了自己的异能 惊雷 只见蓝色电芒涌动而下 眨眼间就覆盖了萧爷的整条水面 然后再看入黑水叉 甚至还激起了耀眼的雷光 这个动静自然是引起了张扎的注入 他关心的询问发生了恶事 只见萧爷一脸淤郁地起身 说有个事情被张扎说中了 那就是这黄金里的商会 还真的是人为注入的 听到这话 老八当时就气得跳脚 把黄金丢水里泡一下就有商会了 真当割这烟咸菜呢 他用痒痒脑也捞了一点黑水 仔细看着 愣是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做的 萧爷轻轻闻了 就已经洞溪了水中的运河运 里面有矿物 铁锈 血液 腐鞍 以及无尽的控制和绝望 简而言之 这就是一池湿水 说完这个后 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下来 只剩下矿洞中 那慢悠悠的车轮声 只见一旁的铁轨上 走来了一个矿工干尸 他推着满载金块的矿车 来到了黑水前 然后一堵脑倒了进去 这些金块放在外界 必定会引来万众机 可如今出现在这里 却让人心情沉重 到完金块后 那名矿工转头就走 似乎旁边的几人 根本不存在一般 可看着他的背影 张诈却心有悲意 为什么 他们死后还在工作 问题或许很幼稚 答案或许也很浅显 老八知道张诈的心中所想 便问他是否还记得 自己曾经教过的灭伤之法 张诈一听 猛然间便醒悟了过来 他想起来了 师父当时掩饰之时 所提到的太阳穴 老八点了点头 没错 太阳穴乃经外其穴 世人的死穴 同样也是伤的命门 因为伤会 都是集中在这里的 而这 也就是这些尸体的太阳穴中 被人放了金块的原因 所以 定是有人想让这些尸体 变成内伤的存在 然后被其操控 听到这话 张诈声音有些颤抖 甚至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他心里有一个可怕的猜想 那就是村长将这些矿工淹死 就只是为了获得这种无尽的 这么想确实没错 但怕就怕转 这一切没这么紧 如果只是简单的财经 就根本无需大费周章 坐下如此不举 所以 在校业看来 这里面定然还存在着 更大的图谋 老八文言点了点头 他说出了一个 更加可怕的猜测 那就是这些事情 恐怕并不是村长做的 而是另有高人 在背后指点了起 因为在先前遇到村长时 他就感知到村长的体验 没有半点伤 这话一出 张扎惊了 如果另有其人 那事情可就大鸟了 殊不知此刻的他们 已经被人悄悄盯上了 若是有心细的小伙伴 必然会发现 这视野的轮廓 有些似曾相识 此刻 张扎有些坦克 他不安地询问校业 现在该如何做 其实校业也不知道 只能说是走一步看一步 他打算先做好眼睛知识 去调查一下 这单颅里 究竟练了什么单 张扎一听心中大定 当即就准备过去帮忙 可就在此时 那悠悠的声音 再一次在耳畔响起 这一次他猝不及防 直接就惊得四下张望 在校业好奇地追问下 张扎一脸不解地访问 难道你们都没听到吗 转眼 校业和老八顿时警惕了起来 赶忙询问张扎究竟听到了什么 那么之下 张扎侧着脑袋仔细地听了听 才发现那悠悠的声音 竟是在让他快走 也就在同时 他的瞳孔陡然变了 在那一刻 他发现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那就是在眼前的飞水之下 听到这话 校业和老八不约而同地看向水面 也同时开始闭目感知 在看到那团幽兰色的光芒后 他们面色一点 没想到 这水下果然还有东西 校业没有说话 转而看向了那没入水中的巨大锁铁 随后 他想都没想就抓起一脑 甚至还注入了雷霆之力 片刻后 他忽然喊了一声老八 老八灯是会 直接大手一张 将好几根锁铁都捞了起来 张扎一看 胆忙眼急手快地上前帮忙 可老道却坐在后面一言不乏 不知是他在背诵风水 还是心中另有所想的 没过多久 再三人的努力 岸上的锁链终于越来越长 而水下的东西即将露出水 随着张扎的一位用力 一个巨大的红色物体就被拉了 看来 这就是水里伤会的源头了 这是张扎见到的第二口血关 它的出现瞬间就让它汗毛倒数 而究其原因 就是第一口血关间接夺去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这次还好 身边有师父和萧野 就算是那伙黑衣人再次出现 他也根本不拒 只是现在 血关的出现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小男孩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这口血关里面应该也是一个商人了 萧野听后二话没说 直接将大手按在了棺材板上 随着雷电之力的卖领 他已经确认 里面确实躺着一个商人 听到这话 张扎猛然慌张起来 他再一次想起了那个向他求救的小男孩 那个男孩的死亡至今都让他信有不安 所以 在看到眼前的第二口血关后 他乱了 他焦急地喊着 希望大家能将血关打开 将里面的商人救出来 可是 张扎那散发着蓝芒的瞳孔 已经引起了师父的注意 老八直接将他搂在了怀里 随着指尖清点 一股电光瞬间就没入了张扎的体内 下一刻 张扎就猛然间惊醒过来 可即便如此 他却并没有放弃救人的打算 萧野沉思了片刻 然后仔细地跟张扎确认 问他先前听到的声音 是否真的是从观众传出了 这一问 张扎反而有些不确定起来 因为之前 他只能感觉到声音来自水下 虽然这棺材确实是从水里面拉出来的 可现在那声音已经停了 他也无从辨别 不过 他可以确认的是 那声音一直在让他快走 所以他可以断定 里面的商人定然还活着 因此 他迫切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商人救出来 说着说着 张扎又开始激动了起来 起料 萧野直接大手一拍 当场拒绝 直言不能开关 张扎听了顿时一惊 下意识地就问为什么 就连眼神中都透出一股失望之色 萧野看了看被锁链缠绕的棺材 说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封印 如果贸然打开的话 就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商人了 而现在的这种情况下 主动触碰这种未知的危险是极不明智的 不过说到这里 萧野画风一转 笑着告诉张扎 说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商人带回去的 而且 还是连带棺材一起拖回去 张扎一听惊喜不已 只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干净 只不过说完这些后 萧野忽然出了神 他看着眼前的血观和不远处的单颅心 他没想明白这幕后之人如此不绝的背后身影 老八也是深深凝望一眼 然后便提议他赶紧去看一下那炉子里究竟链的手段 于是 张扎就懵了 前面可是深不见底的黑色湿水 根本没办法过去 又或者 要像之前那样用铁链拽过来了 起料 萧野张口就来 说要直接走过去 而师父大人也是一脸明淡风轻地揭查 说是用脚走 然后就在张扎震撼的注视下 萧野直接大咧咧地踏在了水面上 那一幕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张扎一脸惊为天人的表情 甚至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这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青宫水上飘吗 这话一出 师父翻着白眼直接甩了他一个脑瓜崩 瞎说什么玩意儿 这可是咱们楚屋的独门步伐 踏幽 他们只需要聚气于双脚之下 便能踏风凌波驰骋空幽 静如夜落 急如雷霆 再说直白一点 那就是现在各种田径类的世界纪录 在楚屋眼中根本不值一提 只不过嘛 楚屋的基本要义就是要保持低调 就像我一样 可张扎此刻根本没注意到师父正在臭美 而是一脸崇拜地看着宛如仙人一般的萧野 心中已是无限澎湃 殊不知就在萧野接近丹炉的时候 一直在暗处盯着他们的那个人忽然动 可惜 他们几人都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而萧野此刻已经在丹炉面前站定了 老八远远地喊着 想问萧野看到了什么 可萧野的声音却是有些失忆 因为他看到的丹炉之内 只是金灿灿的一片 那里面 似乎是一些融化的黄金 张扎论 怎么会是黄金呢 不该是用来炼丹的吗 难道说 这里面是在炼金 老八又翻了个白眼 说炼金是将不是金子的东西炼成金子 而这里本来就是金黄 或者这个丹炉是用来提纯的 张扎的推测 萧野自然是听到了 可他却一言不发 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丹炉之内 因为里面好像出现了一点异响 只见翻滚的金色溶液中 挑起了许多圆滚滚的金色泡泡 然后又接二连三地炸开 在那一刻 萧野竟然有些恍惚 仿佛是回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悲惨遭遇 那时的他被砍掉了双手 暴露在外的古茶看得人心中发疲 然而 也正是这茶内间的诗神 萧野身形一血 险些落入水中 好在他反应够快 赶忙又站了回来 这一幕看得张扎和老八大惊失色 更是纷纷关切地询问萧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可萧野却摇了摇头 他在站稳身形后 说了句没什么 只不过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 却忍不住看向了自己的手臂 万万没想到 好好的丹炉里没有炼丹 而是装满了融化的黄金 这种诡弃之相 让萧野有些摸不透幕后之人的真正打算 只是 当当他险些落入湿水之中的影 让老八和张扎格外担心 没过一会儿 萧野便走了回来 还笑着安慰大家说自己没事 只有欣喜的老八注意到了 萧野那颤抖的右手 他似有所觉 但却没有道明 只是沉默着拍了拍萧野的肩膀 可就在这时 那诡异的声音再次在张扎耳盼响起 和之前一样 那声音仍是催他快走 只不过语气要比先前急切许多 张扎一惊 赶忙就看向了身边的血管 可就在下一刻 一阵连连不绝的轰隆之音突然响起 甚至是连地面都开始震颤起来 几人被吓了一跳 匆忙看向四周 被惊醒的老道也是猛然间回头张望 然后 他就看到了无比害人的意义 只见数不尽的矿工干尸 嚎叫着聪明 他们挥舞着铁锹矿足来势喧嚣 显然是来者不善 老八和萧野打理见过这种阵仗 下意识地就将张扎护在了身后 可他没想到的是 不只是面前 甚至是周围的其他矿洞中 一样忍出了密密麻麻的干事 萧野不停地观察着四周 终于看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山洞 随后 他赶忙招呼张扎带着马老道先行撤退 张扎一惊 下意识地喊道 那你们呢 只见师父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说自己和萧野会留下来断后 如果你们一直待在身边 不仅不安全 还会影响他们大展身手 张扎一听 当即抓起老道就跑 虽然他知道师父是在安慰自己 但他愿意相信师父 也愿意相信萧野 望着张扎他们成功堵进了矿洞 老八便回头看向了围上来的干尸 萧野似乎并没将危险放在心上 反而一脸调侃地劝老八下手不要太准 老八闻言一笑 让萧野也得收敛一些 然后在下一刻 他们便一起冲了上去 而张扎这边 他带着马老道已经深入到了矿道内部 这条矿道意外的平坦 一路上更是一点危险都没遇到 然而还不等他放下心来 眼前便出现了两个黑漆漆的洞口 居然是岔路 张扎下意识地就准备找东西去留个标记 可他一抬头 却发现一处矿洞入口 竟然有一群干尸在玩排排站 是 难道是有人在帮他指 张扎有些心惊 只得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矿洞之准 既然有干尸拦路 想来师父他们也会看到 应该不会走错的 可他又哪能知道 这些干尸是会移动的吗 此刻 萧野和老八正在大呼憨战 然而 碍于不能下死手的限制 他们反而被狮群围了起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老八扯着嗓子向萧野大喊 起料 萧野扭头就甩来了一根铁链 老八有些发懵 这是准备干什么 当他看到铁链上逐渐泛起的电光石 顿时就恍然大悟 他也直接大声一种 在上面同样覆盖上了雷霆之令 差那间 整个尸群都被印象成了蓝色 更是被垫得倒了一地 趁此机会 萧野和老八赶忙逃了出去 虽然张扎这边看似安全无语 但现在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原来 本就虚弱的老道经过这一番折腾起来 都快喘不上气了 真难想象 之前他一个人跑五十多公里的体力是怎样来的 难道说 这伤会的影响竟然如此恐怖吗 他协议着实弊 让诈师兄别再管他 一个人逃命去吧 张扎一听顿时就不干了 这怎么行 他才不会偏下老马不管 起料 马老道忽然笑了 他露出一脸满足之色 说今日已经大开眼界 这段经历甚至是比他过去的几十年都要精彩了 所以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已经迟了 张扎一听感冒打住 老道这一气 分明就是在立什么fly 实属大计 既然老马走不动 那就先歇息一下 等师傅他们赶来再说 张扎刚说完这道 就发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黑影 那一刻 张扎只觉得心脏都停跳了半排 因为面前的黑影极其高大 脑袋都快要触碰到矿洞顶部了 而且那黑影 还拿着两板蛮汪汪的长包 令人不寒而立 张扎吓得不轻 下意识地喊道 谁在那里 此刻 萧野和老八也终于逃脱包围 进入了矿洞之中 不出所料的是 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看到了那两个黑漆漆的分叉动了 老八眉头一皱 顿时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 而萧野也想努力地凭借气息寻找张扎的方向 但可惜此地的伤会过于浓烈 他根本无从下手 老八闻言 当即蓄点眉心 说我来看看 可就这下一刻 那轰鸣之音就有点急急 回头一看才发现 那乌泱泱的干尸大局再次追了什么 老八气得破口大骂 这分明是不打算给他们找人的时间 罢了 一人一边 说着 萧野便率先冲出 朝着左边的矿洞跑了过去 老八见状也没多想 直接进入了另一条矿洞 确实 在进入分叉路后 萧野就发现这里似乎安静了许多 可跑着跑着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因为在他面前不远处 赫然出现了并列的三个门洞 在那一刻 萧野猛然惊醒 他感觉到自己中间了 从最开始的一个洞口 到刚才的分叉路 分明就是故意让他们分开的 想到这里 他再也没理会面前的入口 反而是转头就回 而他刚一转头 就看到身后站着一个 戴着可不面具的高大黑影 而老八这边也是一样 被一名黑影大哥堵在了狂当之中 至于张扎和老八二人 他们此刻可是累坏了 在张扎看到那个手持双刀的黑大哥后 吓得拽着老道起身便跑 可如今 他们似乎已经来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面前是一堵厚实的墙壁 而老道已经累得站不起来 然而危险仍旧是降临了 当张扎用泛着蓝光的眼睛回望时 就只看到了一片煞亮的刀光 黄金矿道中突然出现一名两米多高的怪人 他手持双刀 将张扎和马老道逼到了一条死路镜头 在如此巨大的体型差距下 瘦弱的张扎更加显得弱不禁风 当长刀扎下来的那一刻 他奋力抓住了怪人手腕 将刀刃生生定格在面前的寸许之外 此刻 或许怪人只需挑一下手腕 张扎的脑袋就会像西瓜一样被劈成两半 张扎必无可逼 只得将脑袋猛的一片 才堪堪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长刀深深地没入了墙面 那怪人一时拔不出来 这也让张扎抓住了机会 他当即将其拦腰抱住并向前推去 同时还不忘呼喊老马趁机做他压的 老马也不行 抄起一旁的棍子就敲了上来 可马老道刚冲到近前 就被面前一幕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那怪人的脑袋竟然生生扭转了180度 死死地盯着他 甚至还冷冷地呵斥了一身滚 然后老道就觉得自己的腹骨传来撕心裂肺之痛 整个人被一脚踹飞了老远 这一脚看得张扎汗毛倒数 他呼喊着老马一脸地紧张不安 这一喊 反而让那怪人回了神 他隔阶将张扎的脑袋按在墙上 然后提起了第二把刀 而这一下 瞄准的是张扎胸口 张扎眼疾手快 和上次一样 用双手死死抓住了怪人的手腕 张扎心有不甘 咬着牙喝问 你到底是谁 就在两人僵持之时 那怪人忽然凑到张扎面前 沙哑着声音说了句 别动 先前那一脚 让老道遭受了重创 但那点伤痛他并没放在心上 而真正让他愤怒的是 那怪人一脚踹来时 所说的滚字 那是将一个人的尊严 踩在地上蹂躏的无尽灭视 此刻 马德镇脑海中涌现出了无数的画面 但可惜都是曾经的屈辱经历 那时 师兄师弟们瞧不起他 骂他是个没用的蠢才 师父大人也是冷眼无情 说他没有灰根 还劝他下山 如此一来 马老道在那些人的嘴中 就有了个马废柴的外号 可如今 连一个素未谋面之人 都不将他放在眼中 这无疑是点燃了朗道 压在心中几十年的愤怒 他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往怀里一抹 掏出来了一个白色的瓷饼 然后想也没想 拔开塞子就往嘴里灌 堆着一口鲜血可出 他也摆出了一个怪异的姿势 此刻 他要证明自己不叫马废柴 而是马德镇 哪怕是只有诈师兄一人看到 就已足够 想到这 他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诈师兄 低头 这声嘶吼 自然是引来了怪人的注意 可他看到 却只是把老道 内面如雷公的青色面袍 在下一刻 一道白光骤然射出 直击怪人而去 顿时 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就将怪人拍在了墙壁上 甚至是连胸口都打出了一个大洞 直至怪人倒地再无声息 张诈还是保持着一副戒备的姿势 然而当他睁开眼后 一种劫后余生的欣喜涌上心头 甚至是眼神中 都充满了一股崇拜之色 张诈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 只夸老马真厉害 可还没等他组织好语言 就发现老马摇晃地倒在了地上 在那一刻 张诈心中一凉 竟然发出了茄子的哀悯 他赶到近前 将老马搂在怀中 好在 马老道并未昏死过去 而是用着极其虚弱的声音问道 诈师兄 我这招必杀技如何 张诈担心这是老马的回光反战 匆忙看向了地上的字品 当他看到上面写着的石灰二字后 总算是放下心来 他笑着回应 吊爆了 老道文言有些感染 捂着嘴说 这一招虽然好用 但却不能经常用 可对张诈来说 这种必杀技用一次就好 因为他更担心老道的身体 老道懒得装了 带着两片香肠嘴说 无需担心 自己带了止血药 只不过他每次用这种必杀技 都会把嘴唇弄住 实在是败坏形象 但此刻的老马在张诈心里 可是光芒灿灿的人 小小嘴中反而显得更帅了 值得庆幸的是 敌人已被消灭 他们安全了 然而 当张诈扶起老道往前查看时 却发现了那高歌怪人的真面目 没想到 先前袭击他们的居然是一名矿工干尸 张诈懵了 原本他还以为 来人是村长的那个巨人儿子 可哪曾想 这矿洞里竟然还有这么高的矿洞 只是 这矿工怎么会口吐人眼呢 张诈带着满肚子疑问上前查看 这才发现 这名矿工好像不是一个人 与此 是 堵截萧野的那个高个子怪人 也被打趴在地 和张诈那边一样 来袭怪人也是一名死去多年的矿工 或者说 是由多名矿工的躯体组装起来的缝合怪 萧野已经猜到了对方的打算 应该就是想在矿洞中 将他们几人逐一分化 然后各个击破 那么 究竟是谁在操纵这一切呢 就在萧野百思不解之时 地上的干尸脑袋忽然发出了嘶哑的警告 说 你们都会死在这里 与张诈和萧野遭遇不同的事 老八这边遇到的高个怪人才是正主 此刻的老八瘫坐在墙角 像是刚刚经历一场生死较量 但他却没有丝毫举 而是审视着面前的村长儿子 问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显然 此刻的村长儿子已经察觉到 另外两处战场的失利 在听到质问后 他猛地转过头来 用一副看待死人的表情 静静地盯着老八 注意看 这是一场赤脚大汉与高个猛男的矿洞恶战 和另外两路的缝和干涉不同 好就跑丢了鞋子的老八 遇到了幕后正主 当然 老八见面也没废话 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 直接给那怪人的面具披成了两半 并不是其他原因 只因为他最烦这种装神弄鬼的家伙 明明这么高的个子 走哪都会引人注目 还多余地照个面具 岂不是自欺欺人吗 没错 来人正是村长的儿子 老八都懒得正眼看他 而是一脸不屑地说 怎么 你爹让你来杀我们灭口啊 见高老一言不发 老八有些不耐 直接就问出了压在心底许久的疑问 那就是 你究竟是人是鬼 他之所以这样问 就是因为他在村长的儿子身上 感受不到一丝伤会 那么 究竟是什么东西 让这个有着活人气息的家伙 看起来如此死气沉沉了 可是老八的问话并未得到回应 反而迎来了一抹寒光 那高老面无表情挥刀猛攻 似乎根本就没听进去半个字 你恳磨得是哑巴吗 老八气急败坏 抡起痒痒挠就横踢而去 这一击 直接就将高老手中的长刀当场削断 然后 这位靓仔就正主 他看着手中只剩半截的刀有些空 老八呢 再一次心平气和地问道 快说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起料 那高老忽然将断刀一丢 磕巴一身握紧了拳头 好家伙 这是准备玩拳击吗 行 那我就成全你 老八横讲武多 他将痒痒挠往背后一茬 摆好了格斗架势 看来 今天不把你打扶 你是不肯老实交代了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一个黑乎乎的拳头就处了过来 老八吓了一跳 赶忙抢扭身子一侧头 才勉强躲过此劫 他没想明白 这家伙的速度为何这么快 因为按道理来说 体型越是庞大的家伙 动作越是迟缓 可这个相对论在村长儿子这里 反而形同虚设 老八一边闪躲一边感应 终于在那片刻的攻击间隙中 发现了伤会的影子 然而也就是刚刚的这一愣神 老八鼓鼻不及 被高老的拳头扫中了额头 而且在刚刚的这轮对拼之中 他也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那就是这家伙的胳膊贼长 在同样的距离之下 自己根本碰不到人家 这特么的就很被动 老八捂着额头有些郁闷 到底该怎么办呢 哎呀 我去 你怎么就突然出现了 真是其乐的怪 不知何时 老八悄悄抽出了痒痒脑 露出一脸惊讶之色 不过既然如此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老八拍了拍痒痒脑面色一素 来吧 第二局 起料 那高老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在老八吆喝着再来一轮的关头 竟然望着远方有些出神 突然 他低声说了两个字 别动 这就让老八很不爽 他抽出痒痒毛 就甩出去一个大嘴巴子 喂 你妈没教过你 说话时 要看着对方吗 还有 打架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认真点 这一巴掌 呼得高老身形劣浅 而老八也趁机点评 虽然你速度不错 但力量还有待加强 或许 老八不知道这冷不丁的一巴掌 会给这位村长的儿子 高老师又说话了 他说 你们会死在这儿的 只不过 他说这些的时候 双眼仍是暗淡无神 心细的小伙伴定然已经猜到 这高老说的两句话 一大半都是说给 萧野和张扎听的 可老八显然没有发现这些 他侧着脑袋一脸嫌弃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然而就在下一刻 他却猛然感受到 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老八总然一惊 下意识地将痒痒挠倒在面前 即便如此 那暴冲而来的一拳 仍旧是将它打飞到了机米开外 甚至是连身后的柱子 都给直接撞断了 老八有些吃痛 但也明白了问题存在 这家伙的伤会 就藏在身体里 或者说 是这家伙的身体里 住着一只伤 这是储物开篇以来 最让人担心的事情 那就是大姐头功灵 失踪了 可同样身陷危险之中的 还有萧野 老八和张乍他们 此刻 老八的脑袋 已经在墙上砸了一个大壳 不用猜就知道 这是村长那下手 没点轻动的儿子干的 好在储物的身体素质足够强横 老八虽然看似狼狈 但伤得却一点也不重 在得知村长儿子 能隐藏体内伤会之时 老八就明白这家伙 为何能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 所以现在 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了 心中的疑问 那就是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你吧 然而 那高老仍旧是一言不发 像是根本听不见一般 被无视的老八很是不爽 直到再度提高声音 才终于引起高老的注目 只不过 这家伙的眼神依旧是冷定定的 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 老八没有理会这些 而是一脸严肃地大声喝道 回答我 这一声大吼声如鼓中 让高老敏锐地察觉到有点不对 可他根本来不及反 就发现有人从身后贴了上来 原来 是萧野到了 他突然出现在高老身后 面色不善地说 他问你话吗 他那间雷光暴起 萧野一掌直击高老面庞 这雷霆一击力道奇大 直接就将村长儿子给扇飞了出去 巨大的哄鸣声 甚至传到了张诈和老道的耳中 他们悚然一惊 赶忙回头张望 生怕再有危险降临 可就是这一回头 那原本被拆成几块的干尸突然动 而萧野这边 随着高老被一巴掌扇飞 老八也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那么现在 就是二对一了 摸着脖子上的伤口 一直沉默寡言的村长儿子 终于舍得说话 或许是对于有人能伤到自己感到惊奇 高老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 你们是什么人 这可是关键时刻 随着萧野郑重地说出离松楚屋 四个字后 老八恰如其分地摆出了一个贼帅的姿势 然而 那高老听到这些进不为所动 反而话锋一转问了第二句 那个女人是跟你们一起的吗 大概是话题转得有点快 这一问竟让两人没有反应过来 高老坚状不冲到 就是那个动作很快的女人 这话一出 萧野猛然醒 这家伙说的 应该就是大姐头功领了 所以此刻 萧野和老八的面色同时阴沉了下去 片刻的死记之后 萧野沉声问道 他在哪 问出这三个字时 他的心中无比忐忑 希望能从村长儿子嘴里 获知大姐头的线索 然而 高老的声音依旧冰寒 他也只回了三个字 他死了 他死了 当村长儿子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三个字后 萧野和老八竟然罕见得无动于衷 甚至是连表情上都毫无变化 于是 三个冷着脸的大老爷们原地一处 气氛竟然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可是 功领为什么联系不上呢 难道说 他真是遇害了 在当时 功领刚刚接到萧野的线索 就准备原路撤离 那转身就看到了一个手持长刀的高大人 自那之后 功领就杳无音讯 再也联系不上 或许这个高老确实知道内情 但就这么说他死 萧野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 所以在下一刻 他暴射而出 一掌直击高老的面本 人来高老 几块 显之又显得向后猛退 虽然看似并未击中 但他的脸上仍就是留下了几道血痕 萧野见状并未追击 而是有些不懈地点不倒 就你这身手 不可能伤到他 老八文言哈哈大笑 嘲讽高老就会装逼 连我这位黎松冠一哥都打不过 竟然还想挑战冠里的大姐头 难道你不知道 真正死了的人是你啊 你说你好不容易重回人间 竟然不知道珍惜做人的机会 反而附身在人家儿子身上 在山里头搞出这等惨绝人寰的事情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老八拖着下巴有些纳闷 然而对于他的这些疑问 那高老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站起身来 而萧野也是毫不客气 直接就问 你究竟是怎么把伤会注入到黄金里面的 高老文言 终于舍得说话了 只听他悠悠地说了一句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变化一出 萧野猛然一惊 我看到的 难道是指炼丹炉里的那些黄金熔炎 再回过神的那一刻 萧野面色陡然阴沉下来 他想要确认下那丹炉之中 究竟是炼了什么东西 起料 那高老竟然怪笑起来 那笑声无比圣人 甚至比哭都难听 老八有些不爽 问话你不答 反而发神经在这里傻笑 果然是欠收拾了 他拍了拍萧野肩膀说 让我来 萧野刚想出声 就被老八一个手势打断了 既然已经确定了这高老并非人类 那就不用顾及什么 本来储屋就不是对付人的好 所以在先前他动起手来 总是不敢放开 如今来看 这似乎已经不是问题了 老八蹲了下去 直接撸起了裤管子 然后就开始用那只羊羊毛 开始迅速地跑擦销 如果是不明白情况的人 还以为是他在发什么神经吗 其实 这个怪异的举动 正是老八的看家本领发动的前兆 早年在离松冠时 老八就开始接触 宠物的独门秘法 惊雷 而惊雷的施展之法 就是集真气注入金木 再引躯体制脉冲至双臂之主 然后以斩为火器 直指做壮针 成为停之事 但可惜的是 老八的痒痒脑从不离手 甚至还贴心地 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不求人 于是 这惊雷的练习就卡了磕 当时肖也就看不下去了 说你用个痒痒脑 怎么可能搓出惊雷呢 可没想到的是 老八将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双腿 然后 凝震离松冠的猛男铁腿板惊雷 就诞生了 此刻 老八的大毛腿上已经电光四射 直叫人叹为观止 而他摆完姿势头更是暗话地说 直接就朝着高老的脑门 甩出了一击又鞭腿 本以为老八的最强手段 就是他手中的痒痒毛 直到他亮出这条电光四射的大毛腿后 我才明白其最强储物之名的来历 不论传统储物 都是用真气汇集于双臂之上来练就惊雷 可他倒好 愣是不愿丢下手里的痒痒毛 还另辟蹊径 练就了独门的猛男铁腿惊雷 而腿的力量本就强悍 唯一的缺点就是脚趾头不好点穴吧 所以此刻 老八冲着村长的儿子就来了一击又鞭腿 可没想到 这迅猛的一击 竟被那高老直接挡下 这丝还趁着老八第二次横扫式挥拳猛 动动围在了老八的脚背上 老八顿时吃痛 他有些震惊 毕竟 谁也没想到这家伙的力量也是如此强悍 而宵夜此刻 就在不远处看着两人旋转跳跃 或许 此刻外面的雨应该很大吧 不过 他还是提醒老八 说这丝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因为他能将伤会瞬间集中在身体的某不处 老八听了有些无语 你能不能说点我没发现呢 宵夜顿时冷静了下来 他仔细地盯着高老的身影 发现这家伙已经将伤会运用的独臂食指 老八也不知道这家伙还有什么底牌 只能边打边看了 想到这儿 他再度爆发了雷挺之力 直批高老搏梗之冲 这一招如果高老防不住 那就必死无疑 同时 他也想验证一下高老的伤会是否无穷无尽 可也没想到的是 在即将击中之时 他的脚踝再一次被牢牢抓住 接着 他甚至是来不及反应 就被直接丢了出去 于是 这轰鸣的撞击声又一次吓了张诈他们一条 他们已经猜到 这是师父他们正在大战 所以为了不过去添乱 就打算留在这里继续等待 可是 看着眼前的矿工尸体 两人再度陷入了沉思 他们不明白 这幕后之人为何要去拼装一具如此高大的尸体 可就在这时 从断开的拼接处 两人同时发现了问题 或许 这并不是简单的尸体拼接 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然 就在他们沉思之时 却忘记了观察身后 突然到来的剧痛让张诈有些猝不及防 他猛一回头才发现 那干尸的上半身不知何时爬到了自己身后 还给了他足以致命的遗迹 并且 那长刀没入张诈的后背足有半尺 还划出了一条骨骨血 也就在同时 另一边的高老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当尘埃散去 萧也关切地询问老八是否受伤 好在老八身体强横 虽然脚背已成亲子之色 但实际上却并无大碍 不过 关键的不是老八的伤势 而是他的最新发现 因为在刚才的蓄力一击中 他明显感觉到这家伙的伤会强的灵 如果让他评价一下的话 那就是眼前的这个家伙 是他们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危险的伤 真是难以置信 早被拆成几块的干尸 居然还能抱起伤人 这是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当他把长刀深深戳进张诈后背时 马老道发出了歇斯底里的背后 他一脚将干尸踹到墙角狠狠地踩了又踩 直到那些埋在太阳穴中的精力尽数脱落 才放心地回头 可是此刻 张诈已经趴在地上虚弱不堪 他看着诈师兄背后触目惊心的伤口 心胆俱寒 马老道一边拼命呼喊着 让诈师兄莫要睡去 一边在怀中翻掌着 想帮张诈先止下血 然而此刻 张诈的呼吸愈发微弱 甚至是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模糊了起来 或许是感应到此处的变化 那名高老竟然罕见地露出了一丝不懈的神色 而老八和肖爷这边 也都在同一时刻愣住 他们并非是感应到张诈遭难 而是被高老金灿灿的双手惊住 在那一刻 他们都猜到了这双黄金大手的来 如果所料不错 这双金手定然是高老用注入了商会的黄金铸造而成 如此一来 这家伙就能在控制商会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商会 难道说 这家伙的浑身骨骼都被黄金替代了吗 可是 他又为什么要选择用黄金来作为载体呢 莫非是黄金和商会有着什么潜在的关联吗 还不等两人想明白 那高老就再一次发话了 和之前一样 他悠悠地重复着那几个字 你们会死在这里的 看这家伙讨厌了 老八毫不客气地就踢了上去 来来回回就这两句 你特么是没学会说别的吗 可他才刚吐槽完 就发现自己的腿被抓住了 接着 高老那金灿灿的拳头就呼啸而来 震惊之下 老八只得借力一灯往地拉开距离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结结实实挨了一拳 宵野见状灯时就压低了身子 他准备冲上去将老八捞回来 奇妙 老八大手一伸 再次阻止了宵野的支援 他擦去口鼻的血迹有些部分 因为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被逼到这种地步 随后 他就辱起了另一条腿的裤外 如果说一条腿的惊雷力度不够 那就来试试这双刀锋火轮板的惊雷吧 只见电光一闪 老八就翻身飞踢 两条腿裹挟着滚滚雷霆先后砸了过去 高老震惊之下只能强行抵挡 和老八的两手一抵挡 施展了另一招直强壁杀吉 这一击可谓狠去 直接就将高老踩进了石壁之中 接着 老八再次补刀 朝着高老胸膛踩去 真以为这一趟下去 高老不死也惨 可没想到 老八的腿竟然收不回来 而那高老的借机一把拽过了老八的身子 如果所料不错 这家伙又准备上穴头 老八见机不妙 胆忙猛登石壁向后撤退 可没想到 那高老竟也借着力道被拽了出来 两人面面相去 似乎有些僵持不下 起料 老八忽然笑着比了个手势 因为之前开战时 他就跟肖也说过 让他在一旁看下高老的底细 并选择合适的时机出手 所以此刻 肖也抱起而出 直接闪到了高老身后 然后抓着这家伙的脑袋 就来了一波电机治疗 毕竟 太阳学是伤的命门 有肖也出手 想来这场战斗也该完美结束了 此刻 老八乐不可知 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模样 然而 他还没笑完 那高老的拳头就擦着他的耳边冲了过去 在那一刻 两人同时正着 这家伙怎么还能动 不是已经用惊雷之力 灌进这家伙的太阳穴了吗 当高老挣脱两人缓缓站起身时 肖也终于发现了不对 这家伙 竟然用黄金将自己的太阳穴给封死 不对劲 作为伤的他是如何能知道这些的 难道说 这家伙曾经和很多储物交账 所以才知道自己的命门和储物的手段吗 可眼下不是琢磨这些的时候 两人默契地同时进攻 不想给高老任何喘息之际 在老八出手的刹那 萧爷也猛然冲出 同时还将一根金针捏在了手中 可真起了 就在即将刺中要害之时 那高老竟然猛地跌过身子 用黄金大手挡住了这一击 并且 他还借着金手中间的捧动强行一拉 将金针的指向生生脱离了死穴范围 家伙 这高老竟然拼着眼睛不要也要防住金针 真是够狠 可更恐怖的还在后头 老八和萧爷同时进攻 竟然还反被高老一手一个抵在了外面 再一刻 两人同时被一股怪力掀飞了出去 一落地 老八就紧张地喊了一声老肖 只希望他能没事 可眼前一幕却让两人同时汗毛倒数 因为那高老的双手之上 竟也涌起了一丝电光 再一看那高老接下来的手法招式 两人瞬间惊骇莫名 在那一刻 他们同时明白了一件事情 并不是高老交战过很多储物 而是他生前 就是储物 谢谢大家